这是八岁的康熙 也不怎么爱学习 早上四点被几个太监抬着去上课 困得不行 三阿哥 咱们快点吧 乘客时辰到了 要是晚了 我爹又会罚我的 停 我还没尿尿呢 我再开始 停停停 老话说得好早起尿尿顺应天道 三阿哥要吁吁 那不得伺候着 老太监赶忙取下一个铜壶 开心地顶在头上 接受着小玄夜的清晨洗礼 主要是这黑灯瞎火的 小玄夜又困得不行 一个不小心就刺了老太监一脸 不过身份摆在这 再骚老太监也得夸好啊 夸完之后几人继续赶路 可那泡尿撒得确实有点耽误 于是玄夜成功地迟到了 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老师魏成魔很是生气 玄夜 今儿个神课 你等足足误了半课钟 跪下 领罚 当然跪下受罚的不是玄夜 而是他的陪读魏东庭 毕竟皇子是不能受罚的 于是滴滴带打魏东庭 被自己亲爹未成魔一顿抽 抽的是眼泪汪汪 本来开心看戏的玄夜剑子 逐渐心生怜悯 魏师傅 别打了 师傅从来不打 只是罚 魏师傅 你也太狠了 东庭可是你儿子呀 人在庙堂只有师生 没有父子 打尸四亿的宣泄情绪 罚是事前的约法三章 魏东庭和玄夜年龄相仿 关系亲密 只有打在魏东庭的身 才能打动小玄夜的心 才能将那责任二字 慢慢种在玄夜心里 而刚一罚完 太监吴良府就走了进来 宣布圣旨 今儿个尘识三刻 皇上在文华殿 亲世众阿哥学业 招各位阿哥的师父同网 皇上还说 哪位阿哥学问好 文章好 朕重赏 哪位阿哥荒叔学业了 和师父一同领罚 绝不堪恕 画面一转 玄夜与魏城魔便来到了文华殿 与其余阿哥和阿哥老师一起 给主考官顺志帝请安 而顺志帝却转头 询问身边的行僧和尚 这几位皇子谁的骨骼最惊奇 更适合当皇帝 行僧下个半死 朕哪里是能随随便便说的 顺志见此说出了心中苦闷 朕对世外空门心持神往 而对于每日的朝政服务 却感到精疲力竭 所以朕就想提前领选出一位太子 以备不识之虚吗 行僧听此心里乐开了花 但嘴上还得表明 皇上我只是个和尚 选太子这等朝政大事 我可不敢当不敢当 顺志当然明白行僧的担心 直接表明 大事就不要谦虚了 你看一看谁最具有聪慧福寿 看看谁的命脉最硬 谁的佛言最厚 你大胆地提提看法 不会让你背锅的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行僧再拒绝那可就是矫情 于是他答应下来 顺志见此很是满意 转头就招呼自己的各个儿子入席 考试正式开始了 当然正式考试前 顺志这个父亲还得发表一段讲话 花哥是天上的星星 地上的龙脉 寻常百姓不好好读书 只坏他一个 花哥不好好读书 就坏了一方天下 阿哥们要记着 这曲天下靠的是公马骑射 但是治天下却要靠文教科举 咱们满人的金戈铁马 虽然能灭掉乾明的水陆三军 但是灭不掉汉人的千年文字 灭不掉诗词曲父 灭不掉圣人之言 是子之心哪 走汉人的路让汉人无路可走 顺志帝还是很精明的 但是八岁的康熙听此 却觉得这话有问题 按照顺志的意思 是他们满人 灭不掉汉人的诗词曲父 圣人之言 所以才向他们学习 如果能够灭掉呢 那还要不要向汉人学习呢 那你说呢 儿臣认为 咱们学习诗词曲父 圣人之言 不是因为灭不掉他才学 而是因为他也是天道 顺志听此眨拔了下眼 虽然玄夜这话说的确实有道理 但是却不能拿到明面上来说 因为如今的大清国 大部分人都是汉人 若是真将他们网高了跑 爱心觉罗还怎么治国 于是顺志当即就黑了脸 这是谁教你的 为臣所教 来人啊 车去进凳 朕罚你站着应试 把魏成魔 半年的凤罗 为臣领罚 但为臣不知何罪 往皇上明示 黑你一个小小的老师 竟然感应刚镇这个皇帝 怎么地想造反了 玄夜若是学无所长 朕必罚你误导之罪 好么魏成魔的命 能不能留下 就得看玄夜这次考试 结果如何 玄夜拿起笔 一笔一画的答题 态度十分端正 而这一幕都被大和尚行僧 看在眼里 所以当顺志问他 哪个阿哥骨骼 你这不废话吗 就他一个站着答题 可不得鹤立鸡群 不过行僧这话 确实说得好听 顺着舒服的步行 站起身来快步 走到玄夜面前 一把抢过试卷 撕了个粉碎 然后让玄夜 将试卷上的文章背下来 得直接从笔试过渡到了面试 不过玄夜倒也不慌 咽了咽口水就开始了 孤之学者必有诗 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 孰能无惑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诗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诗 诗不必咸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如诗而已 顺着一听连连叫好 我儿确实是个学习的好苗子 来人赶紧端椅子来 让三阿德好好休息休息 玄夜狠狠松了口气 毕竟才八岁 确实占不了太长时间 而顺之呢 她一高兴 不仅封赏了未成魔 还直接就将玄夜点为停尸投名 并询问她要何奖励 玄夜顿时两眼放光笑着表明 我要宝宝的睡一觉 睡多久都别喊我 这愿望可真是朴实 顺之哭笑不得 伸出手就是去玄夜额头的汉子 又拍了拍她的脸 最后招呼着她去自己的龙椅上歇会儿 玄夜还真就大着胆子去了 这一睡确实是睡舒服了 皇位也算是稳了 只是玄夜却因此得了场重点 差点就小命不保了 为啥呢 天花 你说什么 婆婆 竹子得的是天花 笑庄都震惊了 这莫名其妙的怎么就染上了天花 你这丫头可不要胡说 可苏玛拉姑却非常肯定 这就是天花 因为当初她老家那嘎塔 就是染上了天花 七八成的人全死了 而玄夜的症状跟她死去的弟弟一模一样 笑庄听此还是半信半疑 玄夜怎么会得天花 突然她想到了病重的董乐飞 起身走进一把拉开衣领 果不其然症状一样 再一问董乐飞都病了十多天了 但皇上不让说 笑庄无奈只能赶紧下旨 宫中所有的阿哥和格格 备了备子日落之前 速速回避 必斗离宫 事情闹大了 顺志赶忙前来查看情况 得知玄夜得了天花 第一反应却是为董乐飞开拓 你哪来的这等冤孽 那你的恶飞得的是什么病 顺志听此有点心虚 但还是硬着头皮解释 说董乐飞得的是风急 笑庄万分失望 但为了儿子的面子 也不好追究到底 不过一旁的佟飞 就顾不得许多了 指着苏玛拉姑就表明 皇上就是这丫头 他弟弟得的就是这个病 不知而亡的 他一眼就认出 这病是天花 顺志眼珠子一转 瞟了一眼苏玛拉姑 张口就开始胡说八道 说是苏玛拉姑将天花招进宫来的 还当场命人将小苏玛拖出去办了 为了董乐飞 顺志是真的不做人 但也是没办法在那年代 天花是恶极 能不能全欲全靠命 顺志不忍心让董乐飞担上恶名 至于笑庄 他确实挺喜欢苏玛拉姑的 但还是那句话 再喜欢也没有儿子重要 所以他并没有为苏玛拉姑说话 只是让笑庄没想到的事 解决完这事之后 顺志直接丢下他这个妈 丢下玄业这个儿 屁颠颠地看董乐飞去了 不非啊 说对 他最疼爱的 不是我这个皇后 也不是玄业 更不是你 他的命根子 是那个黄花半老 教父在家的恶妃 那一刻笑庄真是简直了 可话是这么说 母亲又怎么可能怪儿子呢 她只是命人将小玄业 带到自己寝宫 准备亲自照顾她 至于苏玛拉姑 她被带走后 就被太监带到小树林里 装进麻袋准备活埋 套袋的套袋 撒石灰的撒石灰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一看就没少做杀人的勾当 当然苏玛拉姑这次并没有死 导演还得靠着她来救小玄业呢 求太后赐罪 这丫头怎么了 把她给我放 太后都发话了自然得听 苏玛拉姑捡回一条命 不通跪在孝庄面前说谢谢 孝庄见此赶忙打断她 还有钥匙要问 你跟我说实话 你自个儿出过天花吗 苏玛听此当即将自己 坎坷绅士表明 就在去年她与弟弟都得了天花 她扛了过来 但弟弟不幸死了 而天花虽是恶极 但一生只会染上一次 所以绝对不是 她将天花带进宫的 孝庄听此扶起苏玛 拍了拍她身上的灰 然后疑惑地说道 这丫头进宫之前 恶飞就染上了 那玄医是怎么染上 这话其实是在替苏玛喜愿 宫中先有天花再有苏玛 那这恶极自然与她无关 而当众质问正好堵住了悠悠众口 毕竟要杀苏玛的是皇帝 且苏玛在这宫里 肯定是待不下去了 孝庄就命为东庭 带上盘颤和腰牌 护送苏玛出宫 只是孝庄自己都没想到 她今日种下的善因 次日就迎来了善果 当时玄夜的天花恶极 已经到了晚期 眼见着人就要不行了 孝庄是心急如焚 可就在这时小太监前来禀报 孝庄喜出望外 立刻宣苏玛进来 而苏玛还带来一种草药 名叫鸡鸡草 村里的牛病了 就会进山找她吃 吃了百病全消 牛吃的东西 也敢拿进宫里来 闹天花时 老人就拿她熬药 有效吗 就活一小半人 孝庄听此拿起草纹的纹 然后直接命人熬药 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没一会儿要就煎好了 孝庄没直接上手就位 而是将这里面的厉害关系点透 说白的就是 如果玄夜没吃这药挂了 那就是她命不好 若是吃了这药还是挂了 那苏玛与苏玛九族 百分百得陪葬 苏玛听此一脸淡定 丫头的族人 死的死 散的散 只剩下我一个孤女了 我就是泉族 孝庄听到这话点了点头 好那我们就一起赌一赌 说着就命人将要给玄夜灌下去了 黑还真有用 玄夜那已经若不可闻的脉搏 胎时有了活力 得让太医束手无策的天花 就这样被牛饲料征服了 孝庄当即就吩咐下去 每个俩时辰喂一次 玄夜的命算保住了 孝庄松了口气 可同样得了天花的恶妃 还半死不活呢 老太太转了转眼珠子表明 那几几草还剩多少啊 给成千功送去 童妃一听不乐意了 干嘛救她呀 皇上的魂都让她勾走了 她死了我们应该双手拍快 再说了她活着 我皇后的位置岂不是没戏了 孝庄看着童妃很是无语 你这脑子着实不适合宫斗 皇上要是知道了 咱们有这种草药 救了玄夜不救恶妃 那日后皇上岂不恨死你这个当妃子的了 童妃一听恍然大悟 正想拆人去送药 但又被孝庄阻止 你得亲自送去 还得送到皇上手里头 你告诉她 这几几草是装给牛吃 别的你就甭说什么 夺损拿你顺制不是爱恶妃吗 那你舍得让她吃牛吃的草吗 可不让她吃最后她死了 那也是你亲自断了她的活路 怪不得任何人 不得不说孝庄这招真诀 而事情也按照她的猜测发展 正在为恶妃念经祈福的顺制地 一听是给牛吃的 直接就将篮子打翻让童妃走开 童妃心里那叫一个爽 转身就想离去 可却被警觉的行僧和尚拦住 行僧听此道也没有过多追问 说白了他也不相信那牛吃的草 能治疗天花恶极 就这样两个时辰后 吃过药的玄夜醒了 直接就从床上爬起 而搞封建迷信的恶妃 彻底闭上了眼睛 刚当的诵经祈福 直接秒遍阵形超度亡灵 一点功夫也没耽误 而顺制坐在床边唯靡不已 想她六岁登基 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外有多尔滚弄拳 内有满满联姻 母亲还与多尔滚有那么点私情 顺制是真的不如意 直到大她五岁 还是二婚的董厄妃入宫 顺制才第一次看到了美 所以厄妃对她而言 就是尘世中最后的一缕光 可如今人死了光灭了 最后的盼头也就泄了 顺制都有点看破红尘了 那行僧和尚见此 差点没笑出声 八年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只要顺制顿入空门 那她行僧就名扬天下 于是她走上前表明 皇上节哀 咱们来谈谈佛法吧 而顺制本就对佛门很向往 一听到这话 恨不得当场就剃度出家 只是想到大清她又有点犹豫 毕竟她是帝王关乎着天下苍生 而行僧也不气馁继续洗脑 洗着洗着顺制越发想出家 可这么一来 收到消息的僧力集团创始人索尼就急了 皇上你出来 老臣有要事禀报 爱情绝罗不理 顺制听见有人喊自己本名 也很是吃惊 站起身来打算听更清楚点 而索尼则细数起了顺制的攻击 顺制一听 糟糕是心动的感觉 一旁的行僧和尚见此急了 也开始呐喊 还开启了三百六十度绕演讲 他表明那索尼说的 全都是尘世功名 都是水中月静中花 他就是想把您一辈子绑在笼椅上 再通过您 得到他们自己的功名利路 皇上您在这进宫中足足关了二十四年 还没关够吗 这话真是说到顺制心砍上了 可索尼的话也撕心裂肺 顺制左右为难 最后上前几步打开房门表明 明早日出之前 他会做出最后决定 你们就别在这待了回家去吧 说着又关上了房门 索尼见此心一惊 看样子皇上还是想当和尚多一点 得立刻去找他妈想想办法 说干就干 索尼带着一帮重臣就来见孝庄 哭天喊地地表明 太后啊大事不好吗 皇上要去当和尚了 求您速速解除皇上的心魔呀 孝庄一听都懵了 啥玩意怎么又跟和尚扯上关系了 皇上自幼笃信佛学 羡慕清灯皇眷 清政之后 也时常照僧师参禅论道 自从恶贵妃先逝 皇上心神迷乱独锁身宫 那妖道行僧趁虚而入 为皇上讲禅说法 名为超度亡灵 实际上是劝度皇上 弃天下而入空门哪 孝庄听词也急了 不是说顺治不能喜爱佛法 但问题是她如今是皇帝 怎么能突然顿入空门 会引起天下大乱的 这是绝对不行 而索尼见太后也站在她这边 当即说出她想到的危机干预方案 那就是靠太后 让太后仗着母亲的身份先劝 劝不了就责 责不了就关 可孝庄却觉得不妥 她能关得住顺治的人 关不住顺治的心 且过度矫正往往会适得其反 解灵还虚系灵人 既然行僧劝皇上出家 我们就再让她把皇上劝回来 这样咱先找到行僧的师父 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幼之以利逼之以威 大事可成 随即兵分两路 索尼去找师父 孝庄去稳住顺治 不就是一个恶妃吗 她这一死 你既然万念俱灰 连皇位都不要了 她比大清的江山设计还要重要 是吗 顺治跪在地上低头回答 母后您说的对 这世间漂亮女子千千万 身为皇帝想要谁就要谁 可是恶妃却只有一个 我表面上是万圣之尊 可实际上却只是个孤家寡人 直到董厄妃进宫一切才有改变 他从不把我当皇帝 我们俩什么话都能说 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大吵大闹 这漫漫长夜从此不再难熬 这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亲的人吗 你不要怪厄妃 她是扶林天下最亲的人 孝庄听词简直要气炸了 得她是你最亲的人 那我呢 那你儿子呢 就不是你的亲人了吗 顺治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也就不再藏着掖着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童年阴影 没错我打小就当了皇帝 可那又怎么样 我甚至连亲娘的一口奶都没喝上 好不容易长大的情况却更糟了 为了保全咱俩的身家性命 母后你甚至不惜委身于全臣多尔滚 我在最单纯的年纪 目睹了权力场上最丑恶的交易 权力也就变成了我最厌恶的东西 可到头来我是还得为了权力 与多尔滚虚于伪仪 我算个什么男子汉 因此 做的第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就是把多尔滚从坟墓里扒出来 将他鞭尸泻恨错骨扬灰 可然后 我还是要把他供入奉献殿 这才是真的荒唐 是你要明白 他毕竟做过你的皇妇 没有他 你等不了皇位呀 顺治听此哈哈大笑 如果多尔滚真的是我的皇妇 那岂不等于说 咱母子俩既杀了所谓的皇妇 又杀了你所谓的亲妇 这是一种怎样的人伦惨剧 这圣殿里到底暗藏的多少荒唐 这地位上下聚集着多少怨念 孝庄沉默了他知道 在这件事上顺治永远过不去 多说无意 目前更重要的是 让顺治打消出家的念头 为此孝庄不惜跪下求顺治 他表明 而让额娘当着祖宗的面给你跪下 求你了不要任性 你是大清的立国之君 你不能随随便便拍屁股走人 你更不能丢下母亲 这些年来咱们母子俩相依为命 若你走了我怎么办 这江山社稷又该怎么办 顺治听此也跟着跪了 这一世心神尽灵 只剩一副空皮囊 你要是不准儿出家 你就杀了 孝庄听此 脸色瞬间阴沉的能吓哭小孩 孝庄我这一辈子 是那样的疼你 护你 可是如今 我是那样的恨你 既然你执意要当和尚不当皇帝 那就由我亲自送你上路 我宁肯你死 也不肯你对不起祖宗 对不起天下百姓 说着孝庄就捧来一碗药 交给顺治 而顺治也是铁了心 当即就磕头捧药打算一饮而尽 可就在这时 玄叶冲了进来 抢过婉衰的稀碎 祖宗 你既可让孙儿死 也别让皇阿玛死 孝庄看着这求死密活的父子俩 再也挺不住一头晕了过去 半晌之后才醒来 而醒来之后 孝庄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拉着玄叶询问 你在奉献殿里都看见什么了 玄叶迟疑了下 最后表明自己啥也没看到 不过皇祖母 还想让你说一遍 你在奉献殿里都看见什么了 孙儿在奉献殿里 什么都看见了 那你说 是皇阿玛对呢 还是皇祖母对呢 玄叶听了这话刷就跪下 哭着表明 虽然他很敬爱皇阿玛 但是他觉得 皇阿玛不该执意要出家当和尚 孝庄听词点了点头 又继续问道 你看见我给你八位毒药了吧 那你觉得皇祖母 是真的想叫你皇阿玛死吗 皇祖母是想救皇阿玛 绝不会让皇阿玛死的 孝庄是真没想到 自己的心思竟被八岁的孙子看头 他既感动又欣慰 感动于孙子对自己的信任 欣慰于孙子的聪慧 这么一来就算顺智真出家了 下一任皇帝也有着落了 当然还得再努力努力 要是顺智能不出家那肯定更好 于是孝庄还让众臣索尼 去找忽悠顺智出家的行僧和尚的师祖 玉灵秀 让他去京城一趟 劝劝行僧不要再忽悠顺智帝 一开始玉灵秀其实不想搭理 但奈何孝庄做的绝 他先是让索尼带取一封自己的亲笔信 信中言辞恳切 接着还让索尼带了一堆卫兵 直接将那座寺庙围了 总而言之威逼力又都起了 玉灵秀想不掺和这事也不行了 于是他只能背着包袱 屁颠屁颠上京去了 贵门派里可有个僧人名叫行僧的 有是老那的屠孙辈 这皇上多年宠幸的 跟他一块参禅念佛 这本是修得之好事 可你这屠孙有点不老实啊 竟趁着皇上伤心之际 一个劲地劝诫皇帝出家为僧 老和尚一听笑呵呵 太后您别担心 我想那是行僧的痴心妄想 皇上绝对不会答应的 孝庄眨巴了下眼 我那孝顺儿子还真就答应了 最关键是他最近还痛失爱妃 我就是想劝他回头都劝不动 当然我不是说和尚不好 我也知道释迦牟尼达摩等和尚中的侨楚 也都是皇上出身 可是我想皇上他同样可以利用 自己的皇位立国立民 积德行善吧 为何一定要出家当和尚呢 老和尚是个明白人 一听这话当即表明 这皇上当和尚非但不是姓氏 反而是一桩祸事 你想啊皇上成了和尚 文武大臣恨得牙痒痒 说佛门子弟又管皇上 这样一来皇权与宗教 岂不结下了不解之恨吗 孝庄听词很是满意 这老和尚还是有点脑子 这样一来咱就不用威逼 直接进入主题 这么着吧大师 你就动用下佛门法规 让你那徒孙打消劝皇帝出家的念头 若是能将此事办好 朝廷会明示天下 将大师你所主的门派 立为佛门正宗 你所长的寺庙 永享皇家香火 毕竟我孝庄也是个修佛之人 老和尚一听这待遇不错呀 可行可行 当场就给孝庄保证 如果此事不能善终 老那将化为一仆净土 说干就干老和尚 当即就去找了行僧 直接表明你是不是傻 咱虽然是劝人以慈悲为怀 但不是让他们都出家 你想想要是天下人都成了和尚 谁来奉养和尚 再说了出家人不能嫁娶 都成了和尚最后全死光 可行僧却听不进去他表明 我为了劝皇上出家 花了八年时间了 成本太高半途而废太吃亏 老和尚听此更加无语我问你 对于一般人来说 是佛祖大还是皇上大 当然是佛祖大 天下人只看见皇上拜释迦牟尼 从不见释迦牟尼拜皇上啊 啥呀佛祖那是虚的 皇上才是识的 你要真将皇上引入佛门 那就是给佛门带来大灾 别的不说太后就不会放过你 可行僧是王八吃秤妥铁的心 执意要一意孤行 于是顺制的头发剃了 罪己照你了 皇位妥妥是玄业的了 也就是在这时 太监无良府前来禀报 行僧大师呢 他被判为妖僧 架上柴堆了 说要把他化为灰烬 已经剃光头发的顺制内叫一个急 匆匆赶来告诉众人 出家是他自个的愿望 和这个行僧和尚毫不相关 行僧如是妖僧 那朕是什么 朕记不成了 妖门余孽了吗 等的就是这句话 老和尚反问顺制 请问尊驾是何人 顺制指着老和尚就开骂 你这个糟老头子装什么算 难道连朕都不认识了吗 老和尚当然认识 可他就是要问顺制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来命令我 如果你是佛门子弟 对不起 我是你师父的师父 你无权对我发号指令 你若是当今皇上 那你口赐圣旨老那尊旨 立刻将行僧解下 得妥妥的阳谋 顺制是搞不住这老和尚了 于是他又转头命令大臣索尼 释放行僧 可索尼等大臣只表明 想放人先下旨 顺制是明白了如今这情况 要救行僧就必须当皇上 要当和尚行僧就必死无疑 想到这顺制无奈地看向儿子玄业 用眼神示意 你都看到了吧 皇阿玛被人逼得生死两难 此时火已经烧起 可那妖僧却并不惶恐 对于他而言为了出名干啥都行 于是他大声呼喊 爱心觉罗福林 你本是佛门行字辈的僧人 今日得到归依我佛 你将继承行僧衣钵 法号行吃 众臣的算盘就这样落空了 他们没想到行僧宁愿死 也要让顺制出家 而如今行僧被活活烧死 就在无人能阻止顺制出家了 当然除了行僧死了 那老和尚也准备自焚 毕竟他当初可是在孝庄面前保证的 一定会阻止顺制出家 否则自焚而死 如今也该是遵守诺言之时 不然整个佛门都会迎来灾难 而孝庄也很快收到消息 他大受打击 因为那一刻 他是真的恨自己的亲生儿子 于是一气之下 在顺制的罪己照上 又加了三条 不禁祖宗不孝母后太宠妃子 总而言之 是真的很不给顺制面子 但对于目前的大清而言 这是最好的说法 不过也因此 顺制究竟是死了还是出家 到现在都是个谜 当然不管顺制是死是活 大清都需要新的皇帝 于是三阿哥玄业正式成为康熙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 谢皇上 同宫康熙第一天上班 就独自接见了大清集团的四大总监 四个老家伙加起来得有二百岁 气场不一般 可小康熙却一点都不怯场 先皇说过 你们四个既是大清中良 也是我的长辈 先皇要我听你们的话 君臣一心天下 就太平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四位顾命大臣也得表示表示 年龄最大的索尼赶忙带头 发起了毒誓 会忠心辅佐右主 不解党与不谋私利 若有私心天诛地面 康熙看着这几位人精的表演 郑重其事的立下继位后的第一个福爱 他表明 自己现在还小 不能感谢四位大臣 但等到将来他能亲政后 他一定会好好地谢谢四位大臣 四人听此磕头谢恩 一场谈话就此结束 不得不说康熙真是个当皇上的料 一周以前 他还是个趴在父亲怀里哭的乖宝宝 可如今却宛如一个 形势老辣的帝王 虽然说这得得益于校庄太后的教导 但是康熙本人确实天分高 否则他一个八岁的孩子 怎么可能做得这么好 当然康熙的表现虽然好 但是大清的危机并未解除 因为他毕竟年龄小 有些有野心的大臣 自然就有了自己的小心思 比如那敖拜和厄碧龙 最近交往就有点密切了 再比如那太监吴良府 跟某些大臣聊一起去了 这明摆着是想趁校庄与康熙孤儿寡母的 拳头还不硬 抢拳啊 不过以目前的形势 校庄和康熙对他们还真就没办法 只能妥协 但妥协也得有各度 于是校庄决定敲打敲打 大家都知道 这君臣一体的道理 这朝廷呢是皇上 可大清呢 是咱们大伙儿的 这太平咱们一块太平 遭殃咱们一块遭殃 皇上和大臣 就好比这脑袋和身子 打断了骨头可怜这金兰 这话什么意思 几位老狐狸自然心知肚明 连连表示定会君臣一心 让大清崛起 校庄见此很是满意 转头又找到孙子表明 这走着走着悬夜就变成了康熙 而康熙万万没想到 自己就是出门撒泡尿 再回来时 自己的贴身侍卫竟然全都被换了 康熙顿时怒火中烧 当场命人传召无良府 他要问个清楚 没过一会无良府来了 来了之后也不等康熙询问 自己就招了供 说刑拘楼鹤是奉了圣旨的 康熙接过圣旨打开一看 好家伙 这圣旨还是按照他的名义下发的 关键是他自己完全不知道 而且那楼鹤到底犯了什么罪 奴才不知道 奴才向来敬重楼侍卫 奴才将他们请到刑部后 好茶好饭伺候着 一点也不敢怠慢 康熙听此倒是冷静不少 无良府只是个奴才 没那个本事假传圣旨 这是背后怕事与辅政大臣敖拜有关 想到这康熙也没再责怪 随手将无良府打发走 然后决定在次日早朝 询问敖拜其中缘由 仅站起澄清 说楼鹤被杀疑是他并不知情 康熙一听这话 当场指着敖拜鼻子 要求他给自己一个解释 不料敖拜一点都不慌 反而理所应当 皇上尚未亲政 当一先皇一训 由臣等府里朝政 楼鹤之事 臣寇请皇上不必问得太多 好家伙 这是一位大臣该说的话吗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这大清的主人 未免太过分了 康熙气得不行当即表明 我是皇帝 我今天非要知道 敖拜听此也不生气 曾为皇上扫除一个祸害 为朝廷斩杀了一个奸臣 从今以后 皇上便可以从容听政 安心读书了 得按照你的说法 你擅自杀了我的敬畏 我还得感谢你 康熙气得脸都绿了 可敖拜有理有据 还有人证 但是康熙天生就是做皇帝的料 因此敖拜的行为 反而彻底激起了他的胜负心 并且很快就急于反击 康熙见此就地审问吴良府 要将东西运往何处 吴良府眼珠子一转谎话张口就来 说吴良府就这样被拖上了板凳 受刑 可他哪里吃过这种苦 还没打两下就连连叫苦 此都无语了 你这奴才真是厉害 朕打你你去喊敖拜 康熙这是下了此命令 行刑太监自然不敢不听 一板接一板只打命门 没一会吴良府就口鼻流血 可就算是这样他也没学聪明 仍旧一口一个敖中堂救命 吴良府就这样入了地府 死了 真是不惊打 谁让你给我小鞋穿的 而就在下一秒敖拜掐点赶到 但人已经死了 他也只能说打得好 虽然这吴良府是他干儿子 而且敖拜也不会善罢甘休 他跪着的济世听此还补充道 说是先帝在世时 就对他大家赞赏 还说要聘请他来教导皇子 康熙听此越发不耐烦 借口说要找太皇太后商一下 再做决定 不料敖拜齐高一招 已经去找了孝庄再来找了康熙 康熙是没办法了只能选择托 也就是开溜 可哪知济世却跪在地上不起身 并且表明 皇上不认识 老夫就跪死在这儿 康熙气个半死 但也不得不认下这个便宜老师 可哪知济世竟然得寸进尺 还要康熙跪下拜师 才肯完事 皇上不兴拜师礼 老夫不起来 因此一事 他对济世这个老师的印象 那可真是一落千丈 而在这种情形下 康熙上课自然也就不那么认真 但康熙不认真 他就趴在一项前请罪 什么有父皇恩 什么愧违帝师 边说还边抹眼泪 可出人意料的是 却眼睛一亮 觉得这济世不是一般人 反君如半虎 我看这个人可不简单 此人不惧皇威 不计恩宠 耳其灭命 严格失敬 就这一点上 你应该细细地体谅才是 他输交得怎么样且不论 但是我看得出来 这个人对先皇忠心耿耿 对你那是刚正不阿 这也是值得你尊敬的是不是 康熙一听恍然大悟 从此对济世的态度 180度大转弯 学业上也更加勤勉 济世很是欣慰 这一局表面上是敖拜赢了 换了帝师 可实际上那却给康熙送去了个好老师 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时间一天天过去 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来了 康熙突发奇想 以咱现在的水平 要是去参加科举考试 不是第一也得是第二 既是听词很是无语 就你能考个秀才就顶了天了 康熙听词心里很是不服气 合着朕就一秀才水平 东庭 陈在 你马上去查一查朝廷恩科 何时开考 朕想冒名应试 暗中与那些读书人比一比 瞧瞧自己的真实本事到底如何 为了证明自己很牛逼 康熙也是豁出去了 连吃饭都不放下书本 就是干 魏东庭见此那叫一个心疼啊 暗戳戳找到本年度科考主考官 苏克沙哈 提前拿到了考题 有了他就相当于开卷考试 想不上岸都难 但康熙很是有原则 考试考试要的就是个宫廷竞争 一个字都不准说 给你拿完点 把朕当什么人 朕一个堂堂天子 考试还不加三吗 你给朕吃了 魏东庭只能不情不愿地 将考题塞到嘴里咽进肚子里 很快就到了科考当天 康熙秘密参加了考试 并且署名龙儿按时交卷 又过了一段时间 出成绩了 怎么样 朕第几名 皇上 那些考官有氧无猪 无才无学 朕落榜了 康熙心态崩了 原来朕只能上大砖呀 他失落地坐在御花园思考人生 恰巧就在这时 两位主考来向他汇报此次科举成绩 月卷处真选出近是九十名 这头甲为何少了三人呢 副主考机师告诉康熙 这头甲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 这三个人选得由皇上清点 康熙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你们说姓名吧 头甲第三名位居探花者 陈等建议取这个叫龙儿的学子 康熙激动坏了 做个啥哈 你也认为这个龙儿可以位居探花吗 老苏头歪打正着 蒙着眼拍了一顿龙屁 实际上此人可以做榜眼 这可惜卷面上落下一颗墨迹 正好将它为头甲第三名 康熙一听 那可是比中了五百万还要开心 这中探花了 两位老师一脸猛逼 皇上别闹我们郑哥这汇报工作 你们不信 你们打开卷子 证件给你们听啊 俩考官一看 哎呦位一字不差 扑通跪在地上 康熙被拍得十分舒服 连忙拉起两位 转脸又问自己的师父 既是一个字也不解释 直接请辞退休了 这回的状元 你们准备让郑点谁啊 臣这里有一份考卷 臣斗胆请皇上一跃 论圈地乱国 康熙读完考卷 直接吓出一身冷汗 真没想到 这圈地之事竟然如此之可怕 不过也是土地是老百姓的命 一旦百姓没了活路 接下来就该造反了 而苏克沙哈则一脸开心地问康熙 你看这个人是应该点为状元 还是应该斩首示众呢 康熙听此瞬间明白 苏克沙哈这是在试探自己 随即直接表态要请此人当地师 苏克沙哈大喜 皇上果然是英主啊 臣已经掌握了 敖圈地乱国的罪证 并且联合了大批内臣外官 准备后天同朝议政时弹劾敖拜 这份卷子代表了天下学子之心 一旦明示成功 定能够阵龙发聩啊 臣等万事俱备 胜券在卧呀 只待皇上旨意准臣动手除贼呀 只是要干这么票大事 康熙难免心中忐忑睡不着 在宫中走来走去 白天的皇宫 金碧辉煌 到了夜晚 朕却觉得 杀鸡子 康熙算想通了 皇上为什么爱杀人 因为皇上自己害怕呀 朕想提前亲政 明儿搬到豪拜 朕立即亲政 苏玛听此还想劝劝康熙 至少等孝庄回来了再说 可康熙已经膨胀了 拿了个叹花让她自信 自己可以独当一面了 苏玛没有再多说什么 但是当康熙睡着后 她立即骑上快马 向太皇太后的大营飞奔而去 一路上多累就不说了 等到达目的地会报完情况后 孝庄断定康熙必败无疑 她还是太年轻 她是不知凶险呢 咱们离京才几天呢 这方方面面的已经按捺不住了 孝庄一边夸奖苏玛小报告打得好 一边开始部署下一步的工作 第一让苏玛连夜赶回去 阻止皇上明早上朝 第二如果来不及 就等下朝后把康熙关在宫里 不许她出去 我担心她呀 一败涂地之后她要胡闹的 她要走到绝境去的 听完孝庄的安排 苏玛立刻起身往回赶 孝庄也没歇着 立即吩咐胡宫山 拔营回敬 然而尽管苏玛都快要飞起来了 但大殿的门中就关上了 早朝开始了 一场龙争虎斗即将开始上演 苏克沙哈率先发难 先是立臣敖拜圈地乱国的事实 敖拜及其党徒亲信 伙同正皇湘皇二旗的部下 联合上述六省的都 将军顺至十五年请 任以扩军建营 以土异土的名义 大肆圈占民间徒弟 据臣初算仅在陛下登基以来 敖拜等就强占明田与国土 继一百三十余万情了 接着他又呈上了一系列调查材料 以及几十份外省官员的控状 最后他拿出五次有的那篇 圈地乱国论 做出总结陈词 敖拜不出国将不国 汤戏边听心中边暗息 看来敖拜这次真的要完蛋了 可就在此时 有人却发动了奇袭 其一陈受苏克沙哈所托 曾案中查访敖拜 侵占八大黄庄黄土一案 经查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敖拜没有侵占过一寸黄庄黄土 其二苏克沙哈曾邀请臣 在恒通一殿品查 并暗中向臣行贿 他说一旦颁倒了敖拜 他便可以力保臣 晋升为辅证大臣 其三 臣亲眼所见 身为主考官的苏克沙哈 竟在恒通一殿勾结考生 煽动他们攻击朝政 由于颁布尔善的反水 形势顿时大变 苏克沙哈的攻势瞬间失效 敖拜的党羽们纷纷指责他才是奸臣 敖拜本尊也亲自出马 列举苏克沙哈六大罪名控撞42分 并且直接越过魏东庭 将其放到了康熙面前 由此可见敖拜到底有多嚣张 至于康熙他有点慌 可恶比龙是个强头草 一看这情况立刻表示支持敖拜 康熙没法只能回头问索 索中堂 你有话要跟朕说吗 而老狐狸索尼直接表演病情发作 提前退朝回家 远离了风暴的中心 年少的康熙彻底必无可避 他的少年一起被敖拜强势压制 怎么都支隆不起来 退朝之后康熙那是越想越愤怒 但也只能对着镜子发脾气 他痛骂大臣们丧尽天良 敖拜是乱臣贼子 厄比龙临阵脱逃 索尼装龙作哑 苏克沙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骂到最后甚至忍不住哭了 归根结底他还是在恨自己 怎么就被敖拜给吓住了 恼羞成怒之后就是彻底失去理智 魏东婷 真令你着急侍卫 可将乱臣贼子敖拜逮捕 叫刑部审败 果然不出孝庄所料 康熙想要来应的 但这样就会逼着敖拜造反 后果不堪设想 苏玛苦劝不行 只好拉住魏东婷 先拖延拖延时间再说 也就是在此时 孝庄终于回宫了 看着彻底失去冷静的孙子 就是一通骂 骂他行事鲁莽 还没站稳就想飞 骂他失败过后 不想着自己的问题 只会破罐子破摔 当然最后的最后 孝庄茶都没顾上喝一口 就开始给康熙恶补帝王 平衡之术 大臣党争 自古就有 你这个做皇上的 本可以超然其上 分辨是非 两边利用 你反被别人利用去了 你懂吗 我琢磨着 敖拜即使没有谋逆之心 他早晚也要让你给逼出来 到时候 他既有贼心又有贼胆 孝庄苦口婆心 康熙低头不语 就在此时 敖拜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来了 康熙的气顿时又上来了 而孝庄不慌不忙 也是一顿骂 今天这事 有你们的罪过 当然也有皇上的不是 但是看看你们 明令发现皇上 被别人利用蒙骗 不好好的劝导皇上 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是一点不给皇上面子 怎么做朝廷的表率 怎么做国家的栋梁 这事 我姐给你们记下了 将来你们如何将功补过 自己去想吧 这处罚结果 等于没有任何处罚 但却巧妙地保住了皇家的威严 还对敖拜等人进行了安抚 当然到此还不算完 孝庄瞄了一眼敖拜 提起了苏克沙哈 就一个自杀 康熙一惊 敖拜一震 回答的声音都更响亮了 臣 孙姐 孝庄把事情处理得明明白白 康熙却不理解 皇祖母 您为何不杀敖拜 孝庄何尝不想杀敖拜 可问题是现在敖拜的脖子 比咱们的腰还粗 咱们眼下杀不动啊 那您为何要杀苏克沙哈 他是孙儿的忠臣呢 孝庄当然也知道 谁是忠臣谁是奸贼 但忠臣此刻最好的尽忠方式 就是借他的向上人头一用 我要用苏克沙哈的人头 换天下几个月的太平 孝庄的语气平静得可怕 康熙的三观有点崩塌 您这是枉杀忠良 你要孙儿做个昏君吗 明天可不是什么教导孙儿的呀 这话说的你至少得先保住君 然后再说是明君昏君 我再教导你一次 等咱们扳倒敖拜 你再召告天下敖拜往沙中良 为苏克沙哈平反 给对他的子孙加官进决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到那个时候 你就被天下人送为圣主贤君了 孝庄说着就开始追忆往昔 想当年我扶你爸当皇帝那会儿 比你现在委屈多了 你这点委屈算啥呀 该认怂的时候就得学会认怂 这是帝王的无情 也是帝王的忍耐 忍不了就会失去江山 当然稳住敖拜 这只是孝庄的第一步棋 更关键的是第二步棋 寻求政治联盟 至于跟谁联盟 也很明显 老狐狸所谓 老是老了 病也病了 老狐狸 可只要你太皇太后一声吩咐 那也试图下山谷 说着就安排孙女贺舍礼 给太皇太后上茶 孝庄瞬间就明白了这老狐狸的意思 当场就把话挑明了 她很喜欢贺舍礼 打算将其册封为正宫皇后 这是孝庄开出的筹码 索尼自然明白也很开心 从此她与皇帝 变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 不久后皇帝大婚按时举行 老头子爽歪歪地迎来送往 腰也不疼了 腿也不酸了 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了 至于康熙虽然并不是很想结婚 但很听祖母的话 愿意以江山为重 她对待贺舍礼也挺亲切 可就是有一点 不愿意洞房 大婚当晚 就跑到了真正的心上人房中 没错就是康熙的青梅苏玛 你有没有想过当个皇后什么的 你还是杀了奴婢吧 朕说着玩呢 你急什么呀 苏玛久居皇宫 太了解后妃的命运了 皇帝只有一个妃嫔们只能争宠 一到年老色衰就只能寂寞到死 过得还不如宫女 因此她是真的不想成为皇帝的女人 当然也是因为 苏玛心里有了另一个男孩子 是谁呢 五次有 康熙知道这事 不过她也确实大度 被苏玛拒绝了也没有动物 颇有得知我性 失知我命的觉悟 而朝政方面由于结了亲家 索尼父子果然比以往卖力多了 火力全开 为康熙亲政发起了总功 皇上大婚已毕 国本已故 天等公义 亲皇上选择个良辰吉日 龙玉天下 正是亲政 话音刚落 索尼的门声顾旧就像彩排柜一样 一个个的都站了出来 臣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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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敖和班布尔善见此就不爽了 胡扯各种理由反对 但索尼这方明显占优势 连墙头草鳄碧龙都倒戈了 倒是康熙不着急了 他要等敖拜也奏请亲政 而且三请四奏在答应 千呼万唤使出来 这才是天子的气派 朕决定了 赞不亲政 康熙的这招以退为进非常聪明 而索尼先是一政 紧接着就明白了问题的关键 下朝后索尼直接让儿子索额图 借着和班布尔善下棋的机会 开始了一通骚操作 索额图表明 上书房的折子 大部分都是奏请皇上亲政的 甚至有的将军都说了 要是再有人阻碍皇上亲政 他们就要带兵秦王 还有当初敖拜圈地一事 班大人也牵涉其中了 叫我说呀 圈地是圈地 亲政是亲政 敖中堂是敖中堂 班大人是班大人 这都不沾边嘛 可是人家呢 硬是要把两件事往一块追究 要把两个人捏到一块来追究 因此班大人不妨和敖拜离得远一点 因为雷批他的时候会连累到 班布尔善思来想去 觉得该认怂就认怂 让皇上亲政没问题 不过离敖拜远一点 这就不太行了 主要他已经得罪过康熙 现在改换阵营有点晚了 何况敖拜对他还有大用处 至于具体什么用 我们后面会交代 总之画面一转 班布尔善就拉上敖拜一起 奏请康熙亲政 再加上索尼一方的支持 文武百官达成一致 实际已到康熙也不再推辞 真正开始荣誉天下 康熙六年 公元1667年 年仅14岁的爱心觉罗 不过康熙是高兴了 皇后贺舍离可就有点郁闷了 这结婚都这么久了 自己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呢 因此这天 贺舍离回娘家看望爷爷所谓 言语之中难免有抱怨 这时候就体现出一个 好爷爷的重要性了 他要传授孙女育夫之术 首先得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 咱们这个家族啊 到咱们这一代也算是巅峰了 你贵为皇后后宫之首 你爷爷我是当朝首府 又是泰国长 你爹现在也是内大臣 在别人眼中 我们家可是富贵至极 但是 谁满则易 越满则亏 人哪 越到无限尊贵时啊 往往也就是 显身还生处啊 这道理 孙女儿抖 咱们再尊贵 也是皇家的奴才 可我是女儿身啊 凭什么把我搁一边 孙女受了委屈 爷爷自然是心疼 但委屈抱怨没用 争宠要个凭本事 后宫之中 可是门大学问啊 这方面呢 爷爷可帮不了你啊 当然话是这么说 老索尼同样疯狂暗示孙女 光会用情可不够啊 你呀 身 心 都得用得上 贺舍礼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回宫后马上调整了心态 站到老公的角度考虑问题 其实康熙也并不讨厌她 只是一想起这是场政治婚姻 心里就免不了隔夜 可我是无辜的呀 臣妾知道 这件事上 你也是无辜的 你这话听着才知心啊 贺舍礼听词又表示 哪怕一辈子都不同房也没关系 他只希望尽力侍奉皇上 做什么都可以 康熙虽然身居皇位 但向来孤独 最缺的就是理解 贺舍礼这番话说到他心坎上了 他决定以后要好好对老婆 这一晚 贺舍礼成功把康熙拿下 直到今天 朕才觉得这皇上 做得舒坦 又亲政了 又逍遥了 臣妾也觉得舒坦 既做了皇后 又做了你 然而小夫妻俩是身心愉悦 索尼成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不过也是他本来就年事已高 又病了多年 这一天迟早要来 康熙亲自前去探望时 索尼已经奄奄一息 但还是像他的孙女婿 提出了最后的忠言 索尼称大清当下有两大隐患 一是朝廷里敖拜结党篡政 二是西南地区吴三桂 拥兵自重 眼下的关键是不能让他们内外勾结 必须愤而置之 先除敖拜再分解吴三桂 一定要等待时机 万万不可心急 这话实际上为康熙提供了 一段时期的统治方略 字字架直连城 索尼围观精灵城府颇深 但也不乏忠良热血 他死后所额图成为了当家人 但以他目前的道行毕竟不如索尼 康熙终究失去了一位公骨之臣 敖拜则又开始蹦倒了 就连原来跟随索尼的臣子们 现在大都倒向他这边 康熙不得不站到台前 直接跟敖拜交锋 君臣矛盾渐激化起来 更重要的是 敖拜也学会了索尼大法 故意装并推辞政务 结果闹出了一系列问题 国库空虚 想赢短缺 吴三桂等三番私助赢钱 与兵部力部对抗 俄罗斯也开始掠夺 东北的草原和牛羊 一桩桩事情不胜其扰 不过也正是这样 康熙就越想除掉敖拜 同时派他秘密出宫 向索额图等进城下发秘址 要求他们密谋良策除掉敖拜兼党 当然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敖拜毕竟是第一重臣 如果直接杀掉而不给出足够的礼物 那么势必引起混乱 因此康熙认为 必须要等到敖拜先动手 再出其制胜 那时候再杀他 就是师出有名 与此同时 敖拜一党也没闲着 第二呢 是臣者是大威震朝廷 即三臣强主弱 君臣之间互相猜忌 彼此不能相安 主子怕臣下结党篡位 所以必然罗之罪名将臣党斩尽杀绝 目前我们敖中堂三种险境兼备 真是可喜可贺可悲可痛 如果说敖拜是带头大哥 那么班布尔善就是军师 他此列举险境之后 他又给 善拉 此话一说敖拜都有点懵圈 人是复杂的动物 感性与理性兼具 总之那一刻 尖雄露出了忠诚的一面 总还可以退隐官场 装聋作哑当孙子 可小弟们都说行不通 其实这些人各怀鬼胎 老大不得道 他们这些鸡犬哪能跟着圣天 必须让他黄袍加身 最后众人议定投票表决 是废掉皇帝还是隐退江湖 都在手上写出来 敖拜也答应了 这一夜京城太平长安 却又有暗流涌动 地面一转康熙正在训话 主要宫廷卫队的人选已经敲定 不拿就禀报敖拜入宫境界 来得正好 康熙也不问他来干什么 先请他给侍卫们露两手 敖拜起初还推辞 但经不住康熙用激将法 再加上手痒就陪他们玩暗 嘴上还是笑嘻嘻 给他点了个大大的赞 不过脱延了下来 主要康熙暗中调查过京城内外的武装力量 发现京西剑扑营 轰舟大营岛 都已经被敖拜掌握 只有吴六一这个九门提督是个例外 因此不仅敖拜想笼络这个人 康熙也想把吴六一掌握在自己手里 孝庄就好奇了 你打算怎么把他搞成自己人 康熙倒也直接升官 三品不够升一品 孝庄一听你还是太年轻 接着就开始给康熙授课 要旨意一旦到了吴六一手里 整个北京城就是他的 廉政和太皇太后的身家性命 也都交给他了 因此把圣旨交给魏东廷后 康熙又给了他一把天子剑 魏东廷就能用此剑将其诛杀 可以先斩后奏 当然魏东廷来到吴六一这里后 只强调了皇上如何信任他 其余话新照不宣就行 而吴六一身为汉人武将 得到如此器重 不过除了武装力量外 苏克沙哈和索尼都已死去 除了敖拜外只剩一个恶臂龙 此人是墙头草 剑功力业用不上他 但在和敖拜争锋的关键时刻 行了调整 一些部队甚至连夜拔营 向京城火速逼近 黑云鸭城城欲催 地党与敖党都已经建在弦上 不斗个你死我活 很难收场 转眼就到了地党与敖党正式PK那天 老旧部下的精兵迅速集结 班布尔善让他们埋伏在养心殿四周 各宫也都调化了侍卫 只等着一声令下 在龙椅前 敖拜向班布尔善承诺 是直奔慈宁宫 敖拜一头雾水 事情有变 皇上前去看望 早朝推迟请敖拜也去问安 事情明显不对劲 但敖拜想了想还是决定前往 不管是真病假病 我都不决 并且约定由敖拜拿下太皇太后和皇上 他则控制文武百官 两边一配合这是肯定妥 但敖拜这边 他昂首阔步进了慈宁宫 可下一秒 身后的宫门一道道关闭 不过敖拜毫无惧色 尽职进了寝宫 而寝宫里不见太皇太后的人影 只有皇上和几个侍卫 见此也开门见山 隶属敖拜种种罪状 下令将他拿下 可敖拜不愧是满清第一勇士 起初几个回合 侍卫们伤不到他分毫 而他则换上了一身黄金皮肤 武力只有升一格 保皇小分队们接连重伤 血槽都要空了 幸亏一位兄弟发动了技能喷血沙 敖拜毕竟年纪大了 纵然有万福不挡之勇 也挡不住年轻人不讲武力 最终保皇小分队拼尽全力 勉强将敖拜拿下 不过即便如此 敖拜依旧还觉得优势在我 唐七 你退位吧 老夫曾受爱心觉罗事 好玩 绝不会杀你 我保你终生平安富贵 话音刚落班布尔善 已经抵达慈宁宫 直接开始撞门 还高喊自己是来护驾的 敖拜这才发现自己被阴了 气得他大骂班布尔善不得好死 而康熙也拿不准了 班布尔善现在到底站哪边 眼看宫门就要被撞开了 关键时刻 吴六一率兵前来 跟反贼们杀成一片 不久后就占了上风 魏东廷相当激动 就想开门前去助力 但却被康熙喊住 站住 吴六一和班布尔善 究竟谁在窜逆 谁在护驾 你拿得准吗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沉住起 求稳为上 最后吴六一成功将班布尔善拿下 敬请皇上打开宫门 康熙思量片刻 最后选择了用人不宜 开门 而吴六一没让他失望 康熙昂首挺胸走出慈宁宫 跨过湿山血海 头上顶着青天与朝关 脚下踏过大地与鲜血 一个少年由此成人 片刻之后上朝 敖拜被押上朝堂骨气却不解 宁愿受死也不愿受辱 谁知康熙并不答应 康熙八年三月初期深夜 你与班布尔善等六人密谋窜逆 你们每人掌中写一册 内务之巴掌上写的都是废字 唯独你的掌心写了个引字 就从这一点 真不傻 大事已定 接下来自然该论功行赏 康熙要求利部对几个卖命 侍卫重重奖赏 唯独有个郝老四 是魏东廷的好兄弟 康熙却要将他问诊 原来康熙不仅在敖拜府上安插了卧底 也同样防着魏东廷 早在两年前 他就派人潜入魏府当门卫 这个眼线报告说 魏东廷忠心耿耿 但郝老四却早已经投靠班布尔善 魏东廷这才知道什么叫半君如半武 我拿你当好兄弟 你就安排人监视我 当然嘴上是不敢这么说 还要请皇上知他视察之罪 你不要怪朕 不相信你 朕自己的性命尚且不保 岂敢相信任何人 但是今天 朕确信你是为忠臣 你不要怪朕 奴才岂敢 还是那句话搞政治的心都脏 话说康熙除掉敖拜后 就休得一下长大了 而长大后要处理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撤翻 郑愁没借口呢 就有人上了折子 臣陶州知府诸国志 据时参奏平夕王吴三贵 该王奉旨镇守云南十余仔 不思脚除匪患 反而仰寇自重私助迎前 韩伯黎明欺瞒朝廷 招兵买马三番串联 有裂土封疆之事 三番 不臣之心 昭然若揭 臣恭请圣上极下言之 查处吴三贵 并尽速裁撤三番 而正好吴三贵也上了一道折子 说着诸国志诬陷上司 不服从组织安排等几项罪名 要将他就地正反 康熙其实早就想撤翻了 他特意把这件事拿到朝上说 就是想试探一下大家的反应 他告诉吴三贵的儿子吴应雄 你在京都当人治八年了 肯定想你爹了 我过两天就把你爹叫来 让你们父子团聚 吴应雄一听当场就明白了 回家赶紧给他爹写信 让他爹装备 并且把诸国志送回京城 来向康熙表忠心 可吴三贵也是萧雄 人说放就放了那显得哆嗦 他还要细耍诸国志一番 诸国志一听是又惊又喜 也就是在这时吴三贵又告诉他 我也很犹豫 到底是送你进京 还是送你的人头进京 不如这样 咱们拿你的人头玩个游戏 咱俩一起钓个鱼 我先钓起鱼就把你杀了 你先钓起鱼就把你放了 诸国志一听还有抢救机会 赶紧抓起鱼干开始钓鱼 结果自然是运气爆跑 侥幸活命 画面一转着诸国志就往京城走 沿途还恰好救了个落难的旅友 叫周培公 俩人相谈甚欢 眼看要分别了 诸国志才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说自己得罪了吴三贵 差点被弄死在云南 大人此行 也许是有惊无险的 诸国志就纳闷了这是为啥子呢 周培公当即给他一顿分析 三番伟大不掉 皇上早就想搞掉 你说中皇上心事 八成性命可保 不过我最近听说皇上召三位藩王进京 此举八成是想把他们招来 直接把权力消了 但这吴三贵多狡猾 如果他脱故不入京 皇上自然不会对其他两位动手 说不定还要对他们备加安抚 怎么安抚呢 自然是用你的人头 爱你说巧不巧 话刚说完 平南王和镇南王就入城了 当然平西王吴三贵也果然没来 希望大清国君能主动向杀皇陛下修好称臣 你们大清看起来牛逼 其实就是个菜鸡 三番都已经准备叛乱了 康熙听此 很是自然地把在场的两位亲兄弟 不过你大可放心 如妻子无养之 诸国志呢 听完此话既没求饶也没喊怨 而是甘心赴死 康熙一看要吼 诸国志你果然是甘胆赵人 朕如果杀了你这样的忠臣 朕岂不成了婚君 说完康熙不但放了诸国志 还诸国志顿时感激涕临 不过临走时 他打算问康熙要一个人当帮手 什么人啊 周培公 人在哪 恐怕朕流落京城 但是明日就会复考 陈担保他一定榜上有 诸国志还告诉康熙 这周培公铁定是个预言家 前几天就告诉我了 我这次有惊无险 单反瞬间来了兴趣 这人这么有才 朕还舍不得给他了 派人寻找此人带来见证 那么孝庄告诉康熙 这些人都是老狐狸 这是孝庄自然答应 可问题是康熙这一出去 士辟真实情况也看不到 还没出直立呢 山西的接待团都已经来迎接了 更尴尬的是山西还是个穷省份 结果接待规格那也是相当奢华 康熙很是不满意 朕本来想好好视察一下民情 可是到哪都被官员包围着 朕这两脚一着地 海的就是地毯 连个土墨墨都站不着 这哪是什么难寻呢 跟在宫里没什么两样 一般来讲皇上看到的东西 都是他们不愿意让皇上看到的 他们不愿意让皇上看到的 皇上很难看到 康熙听词愣了半天 你这顺口溜说的真不错 随即吩咐大伙分头行动 水路并进明察暗访 魏东廷一听那可不行 我要负责皇上的安保 但苏麻却支持康熙 皇上说的对 如果想真正地了解世道民情 皇上得有点分身术 大伙都得用自个儿的眼睛 帮着皇上看事 用自个儿的耳朵 帮着皇上听声 二比一为东廷只得听力 于是第二天 康熙就照常给官员开会 他不紧不慢地说着红尾蓝图 官员们配合着职业假笑 就在这时 突然有一名官员坐立不安 神色紧张 康熙难得地开了个玩笑 你叫什么名字啊 什么官位 陈 王吉珍 山西进城之谢 朕就让你这么畏惧吗 臣便非畏惧皇上 臣 臣想出宫 已经快避了三个时辰 康熙哈哈一笑 小伙子甚不错呀 出宫去吧 王吉珍找了个角落放了水 浑身舒坦的一颤 竟晕晕了过去 请皇上赐罪 康熙并未怪罪 而是叫他到自己身边坐下 然后直接提出了三连问 一你们进城有多少人口呀 二有多少地和果林呢 三有多少公务员呢 全县两万七千五百余户 十万三千九百余口 全县所有的果林有九万两千余亩 吃俸禄者 连城在内 总共六十四人 康熙听词很是吃惊 可以呀能记得这么清楚 你这也是个能人 怎一抛尿就憋晕了呢 王吉珍这才告诉了康熙事情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他们都提前接到了开会通知 天亮开始不吃不喝拉干尿镜 只吃点身容补济就等着您驯滑 但是他们针对我 中午才告诉我 偏偏我中午正好喝了一大锅稀饭 应该会是又臭又长才导致如此结果 而他们之所以针对我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我爹是王府尘 曾是吴三贵的死忠 康熙陷入了沉默 主要他也挺在意这小王的出生 也没了继续开会的信头 随便找了个借口将所有人打发走 然后魏东廷 你下去摸情况摸的咋样呀 魏东廷说自己在下面 还真摸到了两个大家伙 第一个就是知府周云龙 这家伙可不是好鸟 暗中给吴三贵输送兵马 谋取暴力 你刚才说谁 吴三贵啊 那个知府 周云龙 他贪赃王法欺压百姓 他还暗通吴三贵 你没弄错吧 奴才亲眼所见 岂敢乱言 明日还有几个百姓 到官府去喊冤 奴才还准备去看看呢 朕今日丢人丢蛋 原来康熙今天开会 还重点表彰了这个周云龙 说他是当官的表率 这不就尴尬了吗 康熙气得一把掀翻小桌 报废了不少古董 随即授意为东廷暗中调查此事 若情况属实就办了周云龙 对外称他暴毙了 也好全了我的体面 然后朕在赐他死后哀容 记得此事到此为止 不可再言 而这魏东廷摸到的第二个大家伙 就是有个叫杨启龙的人 在各省开设三郎相会 误惑民众图谋不轨 阴谋颠覆康熙政权 不过魏东廷不知道的是 这杨启龙的魔爪 其实早已伸向了康熙 养心殿的太监黄敬 就是他的爪牙 且就在不久前的一个夜晚 黄敬悄悄地找到 吴三桂的儿子吴英雄 黄敬告诉吴英雄 之前不是有个诸国制参你爹吗 康熙不但没处置他 而且还给他封了云南巡抚 康熙根本不会相信你们汉人 你们父子只有投靠 朱三太子共谋天下 才能保住一家老小的命 吴英雄就问黄敬 你一口一个朱三太子 他人呢 黄敬告诉他 朱三太子已经去找你爹了 吴英雄赶紧将人打发走 再次给亲爹写信 说爹 你可不敢再反了康熙了 之前咱背叛大明 如今你在背叛康熙 咱在这世上可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不过这信还没到呢 朱三太子就先上门了 事情是这样的 吴三桂正在接待另外两位藩王 三人还没聊两句 有一个叫杨启龙的人前来求见 此人鼻梁高挺气宇轩昂 自称是朱三太子朱慈九 还掏出了天皇御蝶 吴三桂也不傻呀 当即命人把他抓了起来 不过却放松看守故意让人劫走 我断言这个三太子一定是个赝品 但是这小阿哥的确有本事 说不定能成为乱世消息 这三太子跑到云南来 不过是为了利用咱们 咱们不但不能被他利用 反而要利用他 送走两位藩王后 吴三桂给康熙上奏折 说自己希望撤翻告老还乡 他这叫以退为进 以为一表态 孝庄必然不会让他撤翻 反而会让他严加防范诸三太子密把 继续为大清贡献光和热 这么一来他依旧能大权在握 不过吴三桂聪明是聪明淡过头了 告老的折子到了康熙手里 康熙大喜 都没等询问孝庄的意见就当场拍板 裁撤三番 说着命人将吴三桂的奏折 抄送给各部大臣 并立刻动身回京 而回京后的第一次早朝 康熙特地改了时间 凌晨五点就开始了 这个时间点大臣们都没吃早饭 康熙命人乘上稻米粥 每位大臣一晚 今天早朝的议题就从稻米说起 康熙已经打听清楚 福建 广东 云南都生产稻米 可这些年来 三番没有向朝廷上交过一粒米 反而要朝廷每年给他们公粮 兵部上的表册明确说 吴三桂只有17万大军 可他储存的粮食足够30年用的 他用这些粮食做什么用 他用这些粮食 每年从蒙古 西藏 新疆 万金上万批战 还有数千车兵器 可是他还嫌不够 这么多年来 朝廷每年要拿出600万两银子 供他养兵 连老百姓都知道 三番之用半天下 而就在康熙指责吴三桂的同时 孝庄正在与吴应雄聊天 两人也聊起了吴三桂自请撤翻的事 吴应雄倒也诚恳 说他父王上奏折 并不是真的想撤翻 是为了避险 因为朝中早就有人说他父王有异性 孝庄听此一正言辞 谁这么无限平息王 这分明是挑拨朝廷和藩镇的关系 以后谁跟你这么说 你就来告诉我 我去看他们的头 很明显吴三桂猜对了 孝庄并不乐意他在这时候撤翻 不过问题是康熙乐意啊 前清宫这边已经吵成了一团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所恶徒为首 反对撤翻 并一边倒的为吴三桂说话 为啥这么做 收了吴家那点贿赂是一方面 不过更重要的是担心 撤翻过于雷厉风行 会逼得吴三桂反叛引发战乱 到时不但朝廷有轻浮的威胁 百官的安稳富贵也就到头了 唯一在世的辅证大臣厄毕龙 乃至其他所有臣子 基本上都反对撤翻 因此赞成撤翻的一派 其实只有两个人 一是内兰明珠 他苦心钻研到今天 地位比起所额图来还逊色一点 但他很能揣摩胜利 知道皇上想撤翻 就往这条路子上猛走 以图得到康熙青睐 另一人是户部尚书陈廷靖 此人倒是没那么多小心思 支持撤翻只是因为三番的存在 直接影响国家财政 只要撤翻哪怕打起仗来 他都愿意全力提供后勤支持 这两派唇枪舌剑争的不可开交 但最后拍板的当然还是康熙 那到底要不要撤呢 一个自撤 孝庄收到消息当场就震住了 佛珠掉在地上都没反应 他给吴应雄的承诺 被孙子一下给堵了回去 因此吴应雄走后 孝庄罕见地对康熙发了火 他告诉孙子 三番水太深你把握不住了 吴三贵有将帅之才 虎狼之心 神仙难测恩怨必报 他的骄兵汉将 遍布七八个圣份 他的金银珠宝 富克敌国 他要是想反他早就反了 他为什么没反呢 就是因为他权衡不定 因为还没到非要反的份上 先帝也对他恩威并用 这也令他心存顾忌 孝庄认为对于重症 只能采取缓制 绝不能急功近利 但康熙不听了他很是自信 认为吴三贵要是造反 就会在满人 汉人中间两头不是人 而且朝廷的实力更强 他吴三贵一定不敢反 祖孙两人是越吵越凶 最后孝庄是真被气得不轻 如果吴三贵他真的不反 就算我是老眼昏花 待皇上成功撤凡之日 我孝庄向你道歉 到那个时候如果吴三贵真的反了 孙儿情愿引咎退位 画印刚落孝庄气的当场晕厥过去 在众人服饰下才缓过进来 他第一次发现康熙翅膀这么硬 一手拉扯大的孙子 细心培养的皇帝 就这么伤了他的心 那么多年来 你还是第一次怎么顶撞我 康熙听此心里也很不适合自卫 但年少那多固执 自以为天下没人能比他更聪明 因此康熙依旧不愿意改变撤翻的决策 不过说是这么说 心情却是不杂美妙 于是康熙再次以龙公子之名微服出宫 吃豆腐脑散散心 姑娘 你的豆腐脑很好吃 曲子也唱得不错 说着掏出一定银子赏给老板娘 老板娘觉得贵重不愿意要 结果有人眼疾手快 以迅雷不及眼耳之势用袖口盖住了银子 康熙一看 有吼 小伙眼疾不错呀 这位勋台贵性啊 阁下有事吗 这一问才知道 这位老兄居然试得考生 康熙来了兴趣 毕竟他今儿出来除了散心 还想找找那预言家周培公 于是连忙和他打听 刚才那位学子 你认识吗 周培公吗 城隍庙名士 才被和尚扫地出门 自称是金石子集无疑不通 实际是檀香木马桶 可惜了材料挖 老兄说得头头是道 还顺带解释了周培公落榜的原因 原来周培公答题的时候 忘了规避皇上的名讳 写悬页的悬字时没有少写一笔 犯了忌讳 当场被监考官打出了考场 考官也大不通人情了 他帮着把那个悬字遮盖一下 不就行了吗 听说一般别的学子忘了避讳 只要事后塞几个银子 考官都肯帮忙遮盖的吗 谁叫他周培公狂妄呢 现报活该 都是学子 说话怎么如此刻度啊 我就是个刻度的人 你能把我怎么扎 李明山表示 自己已经得到明珠大人的许诺 这次肯定榜上提名 康大爷啥时候被人这么对过 把话给他撂着了 这黄榜你绝对考不上 明珠也留不住你 我说的 放完狠话康熙扭头便走 他还要找洛榜考生周培公聊聊 而周培公这两天可惨了 身无分文整天驻破庙里 还遭到和尚驱赶 不过就算如此周培公也不忘学习 时不时就到书摊蹭书看 康熙把他请到了茶楼私聊 周培公的眼光可比武次有好得多 一眼就猜出面前的不是别人 正是当朝天子 天子在上如日当头 落榜生周培公叩见皇上 康熙就纳闷 你怎么知道我是皇上 周培公心说我又不瞎 你头戴黄边黄须帽 身穿黄色龙文袄 又叫自己龙公子 傻子都能看出来吧 但话不能这么说 皇上气质高贵如坐银端 再加上你这年轻帅气的外表 还有身后那位虎辈熊妖的侍卫 我猜定是皇上无疑 在这样的机缘下 君臣终于相见 周培公遇龙而起义飞冲天 即将成为康熙的左膀右臂 同时那豆腐西施 也因为皇上亲笔写下的条子 可以给爹娘申冤昭雪 云南这边 诸国志以巡抚身份上任 拜会吴三贵 眼看当时的阶下囚 现在摇身一变成钦差 吴三贵心里不是滋味 不过虽然不是滋味 但却也笑脸相迎 而诸国志还带来了撤翻的圣旨 对此吴三贵早就收到了这消息 面对圣旨时恭恭敬敬敬地接了 十分配合 并再三强调自己是大清的忠臣 然后话音一转 说撤翻之后 吴三贵和所部兵马就要离开云南 回归北方 他们的搬迁和重新落户 都需要朝廷拨款 吴三贵把撤翻后需要的物资清单 给诸国志看了一遍 需要安置的人口将近80万 全部签到关外需要5到8年时间 总花费竟然达到1亿2白银 是的没错 他这就是狮子大开口 故意拖延时间 想让朝廷知难而退放弃撤翻 收到诸国志的报告后 康熙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商议对策 周培公也在其中 他提出干脆把整个撤翻过程 分为三期进行 先让吴三贵下山 之后再北迁 最后再关外安置 只要到吴三贵真的拔这儿起 进入内地 就可以把他的人马拆散分别安置 到时候主动权在朝廷 愿意拨多少钱就拨多少 目前只需要准备第一期的银子 几百万两足够了 康熙一听心里高兴 而众大臣一见康熙高兴 对周培公的主意也是一致好评 康熙当即吩咐陈廷靖 不过周培公却还有个顾虑 咱光想着忽悠吴三贵 但是吴三贵也可能忽悠咱 假如吴三贵拿了朝廷的银子 仍然不肯撤翻呢 康熙听此直接表明 朕确实有赌的成分 拿大清的安危赌 吴三贵不想抗争 现在及时赌输了 还有机会反败为胜 如果在这几十年里朕老了 胆子小了 遇事会得过且过 假如祸事不可免的话 朕情愿他早点来 一句话干大事要趁早 康熙和四位大臣一道 连夜把撤翻所需的物资钱粮算清楚 等天亮后就把旨意发给各部衙门 第二天早晨一场大雪从天而降 都说瑞雪照封年 康熙见此更是信心满满 笃定撤翻定会顺利进行 只是真的会这么顺利吗 我们继续看下去 不久后 朝廷播发的银两和船只都已到位 就差吴三贵动身了 吴三贵也告诉朱国志 自己一定乖乖撤翻 二月初二就开拔 为了显示诚意 他还交出了平溪大将军印 这是截至云贵两省军旅的硬性 理论上来说吴三贵交出他 也就是交出了兵权 看到进展顺利 朱国志相当满意 然而他前脚刚走 吴三贵就下了命令 立刻封锁云贵两省各官要道 只准进不准出 连一只鸟也不准飞出云南 理论毕竟只是理论 权力的核心还是人 吴三贵统军多年 拿根黄瓜都能下令 何须什么将军印 紧接着他也往京城发来密信 让儿子务必在二月二日前逃离京城 二月二龙抬头 给朝廷说的是搬迁之日 实际上是起兵之时 天下要大乱了 然而吴英雄并不打算马上跑路 因为他一走 康熙一定会起义心 倒是留下来就能麻痹朝廷 为爹地争取时间 我虽然也不赞同父王起兵反亲 但是只要父王一声令下 我就得是他的先锋 之后吴英雄还亲自去拜访诸三太子 此一时比一时 当初杨启龙上门求合作 他爱搭不理 现在确定了要谋反 他也只好改变态度 跟杨启龙达成协议 由三郎相会在京城暴动 吴三贵则在南方起兵响应 双方联手让朝廷难以应对 不久后康熙一连收到四份奏折 平南王尚可喜和静南王耿京中都请止撤凡 吴三贵则奏报了开拔日期 诸国志也为他背了书 喜报连连康熙不由地愁愁满志 不出朕所料 这几个藩王都是忠诚 朕今日是四喜临门 他喜滋滋地把消息告知孝庄 以证明自己决策无误 可孝庄对这些奏折根本不信 不等到撤凡成功那天 他不可能真正放心 康熙其实也派了三名钦差大臣 分别到三番鼠地督促撤翻的实施 但毕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心态也就放松了一些 这天太监黄敬故意在康熙面前表明 京城新开了一家妓院叫棉月楼 服务周到美不胜收 很多大臣都爱娶 康熙一听当即来的兴趣 带着黄敬就朝着棉月楼而去 结果到场一看整条街都冷冷清清 康熙有点疑惑 这也叫受欢迎 正想着呢魏东廷闪亮登场 原来是他封了路包了场 也是堂堂皇帝竟然公然嫖娼 安全和舆论都有隐患 要是被朝阳群众看到 那就是社会性驾崩 不过康熙很是不满意 你以为朕是什么人 你以为朕是来逛着妓院的吗 朕富有天下 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是朕 朕是来考察励志问题的 看看这棉月楼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为什么大臣们喜欢来这里 魏东廷心想您是皇上 您说什么都对 我是奴才只能陪着皇上一起逛 君臣二人一起进入棉月楼 作为财大气粗的包场老板 魏东廷被乌泱泱的一大批 技术工作者包围着 康熙同学也是看热闹不闲事大 一边吆喝加油 一边眼睁睁地看着东廷 被如狼似虎的小姐姐们架走 竹子 竹子 东廷惨叫着离开 而康熙和老宝聊起了闲天 详细询问了店铺的经营情况和产业模式 尤其注意官员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并对一线工人的业务能力表示肯定 不错 你们确实有本事 老宝并不知道康熙的身份 热情推荐他体验一把 可能因为有东廷在 康熙没有乱来 但听说这里有位紫云姑娘 卖意不卖身 有点兴趣 叫出来一看 果真是歌舞双绝 后宫家里无数 康熙还真没见过这样的风云 一时之间看得有点上头 结束还赏了紫云一枚玉佩 并让黄金令找个地方 把她单独包养起来 然而康熙不知道的是 这色意双绝的紫云姑娘 正是那杨启龙的亲妹妹 原来这多年来 杨启龙不仅朝宫里输送了 很多太监当卧底 还将亲妹妹紫云培养的色意双绝 只为了有朝一日 弄死康熙 如今时机一到 杨启龙便派太监诱导康熙入坑 再让紫云下毒谋害 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 康熙倒是入了坑 可杨启龙找妹妹帮忙时 却出了问题 紫云并不愿意 他心地善良不想害人 杨启龙没办法 只能添油加醋告诉他 咱兄妹俩跟清廷有血海深仇 虽然杨启龙这个朱三太子是假冒的 但他父亲是明朝官员 却是真的 当年被清兵活埋 母亲则是朱三太子的奶妈 被清兵凌辱致死 所以必须报仇 紫云一直以为父母是病亡的 今天才听到这种说法 当然也不排除是杨启龙忽悠了他 总之紫云架不住哥哥跪下求他 最后就答应了下来 与此同时康熙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 最近朝廷发兵的密令遭到泄露 差点被三郎相会利用 酿成大祸 因此他怀疑宫里有对方的卧底 于是这天他正和周培宫下起 小毛子端茶伺候 康熙故意一挡 一杯热茶全部倒在了他自己身上 康熙龙颜大怒 而且要求所有太监都到场观看 小毛子原本是最得宠的太监 连黄镜都要逊色三分 这回却被公开处刑 所有人都知道他失宠了 离他远远的 深更半夜 独自躺在床上的小毛子正委屈牢骚呢 主子却来到了他身边 原来前面只是演戏 康熙是故意造成他失宠的假象 其实是要重用他 朕怀疑宫里有乱党的卧底 朕要你做朕的眼线 发现任何迹象都不要声张 直接向着密报 这件事情只有朕和你知道 从今往后 除了朕和太皇太后之外 你任何人都不可相信 任何人都可以怀疑 任何地方都可以探查 小毛子清楚原因后 心态大为振奋 而敌人也很快就露了头 两个间谍太监过来发展小毛子 说既然康熙无情 不如去投靠朱三太子 小毛子要的就是这个机会 云南这边 转眼间到了农历二月初一 朱国志的属下探查到 吴三桂封锁了云南的输入要道 只准进不准出 同时各部兵马也在频繁调动 朱国志这才反应过来 上当了 姓吴的要造反 就在这时 康熙派的钦差大臣到了云南 这倒霉催的 幸亏没先去平西王府 否则肯定出不来了 朱国志向他告知目前的情况 让他赶紧走山路逃出云南 回京城汇报 但钦差能逃朱国志却不行 他认为自己是封疆大令 关系到朝廷的脸面 必须以身殉职 随后朱国志回家干了一件事 用现在的眼光看很难接受 什么事呢 先是劝老婆自杀 不要被贼人玷污了清白 然后来到了儿女这里 两个孩子正睡得香甜 朱国志的脑回路是 既然孩子难逃一劫 要死还不如死在亲爹手里 接着一夜无话 次日已经是二月二 吴三桂脱下了清朝王袍 换上三十年前的大明将军甲 正在发表战前动员演说 朱国志也是豁出命去不要了 痛骂他是汉贼 朱国志巨巨阵阵龙发聩 但在这种时刻 道理终究抵不过刀剑 吴三桂用他的人头记起 杀气穿越千里 直逼京城而去 原镇守上海关总军们 今总统天下水陆各师 行名草鲁大将军武 十一告天下 当今满遗无道报 携篡正大将军武 率天下文武成功 罚报救民 共襄一举 总统三百六十万 水陆官兵 直倒阎山 澄清一语 共雪天人之串 同一天 杨启龙在三郎相会宣布称帝 毕竟按照计划 康熙也会在今天驾崩 称帝一试过后 杨启龙接见了新会员小毛子 小毛子毕竟受过皇帝恩宠 能力还是有的 所以一入会就得到了杨启龙重视 虽然没让他见真容 但在几句考验之后 就给他安排了重要任务 小毛子你听着 我封你为 吏部三品侍郎 大明皇帝钦差密使 我要你必须再回到宫里去 检视康熙的一举一动 特别是内庭大臣的一举一动 尤其是今日日落以前 你必须打探出康熙的生死消息 回来向我报告 奴才凝职 另一边康熙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他刚刚收到奏折 是吴三贵十天前从云南发出的 向朝廷索要道种和农具 以便安置财彻的老弱兵丁 果然是影帝还在演戏 而康熙也还真就信了 以为撤翻进展顺利 趁着他心情好 黄敬又窜多他出宫 来了紫云姑娘这里 脚下江山平定 眼前人美歌田 康熙心里就一个字 舒服 但小毛子知道 已经到了十万火急的时刻 他回宫后找不到皇上 幸好遇到了魏东庭 赶紧长话短说 皇上有生命危险 东庭一听就急眼了 带兵横扫棉月楼 此时康熙和紫云的距离 只有0.01公分 他主动承认自己就是当今皇上 然后就跟紫云真情告白 紫云被他聊得心动又心痛 不知道该怎么对他 起身端过来两杯酒 按照杨启龙的指示 其中一杯有毒 只要康熙喝下 大清多半就要亡了 但紫云终究输给了爱情 把好酒给了康熙 毒酒留给了自己 康熙把紫云扶起来一瞧 死了 而皇静已经跑路 明白怎么回事后 康熙马上着手应对 他决定将计就计 让小毛子回去告诉杨启龙 说他真的驾崩了宫中大乱 大臣们为了政局稳定而密不发丧 只要扬起龙杏了 就势必会趁机造反 到时候再把他们一网打尽 当晚 派往云南的钦差也赶了回来 向皇上紧急汇报吴三贵已经造反 康熙当场就破防了 他向来骄傲 而吴三贵却拿他当傻子耍 最后一刻还在管他要盗种和农具 古往进来 哪个皇帝受过如此极致大辱 不过无论愿不愿意接受 他和吴三贵都已经进入战事状态 别无后路可退 只看谁能打到最后 在京城为东庭带人击捕吴英雄 可人家早就脚底抹油 跑到了杨启龙那里避难 在陕西康熙亲自提拔的大将王府城 手握八万精兵 难可取云贵 东可击京城 是一支关键性的军事力量 因此康熙准备派他去攻打吴三贵 然而康熙没想到的是 这王府城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他既不造反 也不去评判 就等吴三贵和康熙斗的两败俱伤时 在决定吃哪一边 甚至两边通吃 因而成了三番之外的另一代隐患 不久后 南方的战报传回朝廷 吴三贵视如破竹像是开了挂 湖南湖北全拿下 黄河以南都归他 华江之势分天下 福建耿王也反了 串联弯弯来打架 总结情况一句话 一败再败 且还有更加尴尬的 当初在群臣几乎全体反对的情况下 是康熙一孤行非要撤翻 现在酿出了乱子 大臣们抱怨不说 还分成了主战和主河两派 彼此争斗不休 朕最担心的就是内部生乱 现在看来是果不其然 两人正说话苏麻进来禀报 说索恶图来了 康熙一脸不屑他来干什么 他有平叛之责 请皇上圣斗 康熙一思量 就把周培公请到了内房 一起听听索恶图的良策 索恶图还真没有什么期谋 无非是要主和对吴三贵降旨招安 不仅如此 还要把主张撤翻的明珠和周培公斩首 用他们的人头安抚吴三贵 可是明珠和周培公都是忠臣 索恶图垂胸顿足 哎呀谁说不是呢 可是你奶奶不是说了吗 忠臣就是用来牺牲的 现在时机刚刚好 可以帮他们成就千古美名呀 要是换作我的话 别说我一个 就是牺牲我全家五十三个脑袋 我也义无反顾呀 康熙怒了 一杯茶泼在索恶图的大脸上 索恶图 干脆把朕的脑袋锁给吴三贵老了 吊死在眉山上 也不做骗案之军 康熙骂骂咧咧咧的下了抗 索恶图啊 你是没国杖 怎么能想出这样的主意来的 朕知道你和明珠他们不对付 但是你搞党争也得分个时间长 如今国难当头 你却光想着排除一几 你知不知道这门背后还藏着人马 索恶图当场射死 周培公下的一击灵 而康熙刚发完脾气 后宫这边又出了乱子 皇后贺摄里难产 经过三个时辰 才把皇子生出来 可是皇后本人大出血 太医束手无策 等康熙赶到时已经奄奄一息 跟过来的索恶图赶紧暗示女儿 最后帮索家一把 皇后倒是愿意说 但是有气无力说不出话 万万没想到就在这时 周培公居然以得抱怨 送了索家一份大礼 臣知道娘娘的心思 皇上当前万有三番反叛 内有逆贼作乱 可谓非常之事 今日皇上又得意阿克 臣扣起皇上 在其中选择一位立太子 不告天下 你是大清 繁荣昌盛 渊远流长 目前共有两名皇子 一是会妃两年前生下的 大阿哥印之 二是皇后刚生下的 二阿哥印人 现在皇后即将离世 康熙在人家运期时 到宫外出轨 对她有愧 于是当场立印人为皇太子 皇后听完就咽气了 宫内随即举行大丧 康熙心痛之际 土海前来禀报军情 说蒙古的查哈尔王昼夜兼程 正带领三万精兵奔赴京城 康熙马上叫好 有这股力量相助 可保京城无忧 没想到土海说话大喘气 人家不是来秦王 而是来逼宫造反的 皇上差点没吐出老血来 三番 王府臣 朱三太子 查哈尔王 六方势力一并作乱 这谁顶得住啊 康熙被逼到绝境 心态给整崩了 他传下旨意要放弃 北京迁都圣经 另外任命所额图 明珠 土海和周培公四人 为辅政大臣 总理朝政事务不必请示皇上 第三条最为重磅 他要东廷为他起草诏书 宣布退位 当初他跟孝庄拍着胸脯保证 如果吴三桂真的造反 他这皇帝就不当了 现在被打脸了就乖乖认输 与此同时 朱三太子得到康熙已死的假消息 当即下令 夺取进宫朱沙孝庄 重登大宝改朝换代 另一边孝庄收到了消息 正在骂孙子 你咋跟你爹一个德行 遇到点小事就要死要活要退位 怎么那皇位烫屁股啊 你也不想想 如今人家都杀到家门口嘛 你就算退了位又怎么样 人吴三桂若杀入京城 还能不杀你咋地 你以为那些危难是在外头 大清国最大的危难 不是那些叛军和太监 而是在你的心里 你是退位而去天下 孝庄告诉孙子要想打败吴三桂 必须先打败自己 只要战胜心魔阵做起来 哪怕十万个吴三桂也不在画家 吴三桂起兵前 孝庄为了大清基业着想 一再反对康熙撤翻 现在既然吴三桂已经反了 他就要坚定地站到孙子一边 誓死剿灭反贼 大家都听着 撤翻是我孝庄的意思 今天就是有天大的事情 由我孝庄来顶着 关于撤翻 他吴三桂撤也反 不撤也反 大家应该坚信 我们的大清是铜筑铁打至江山 只要咱们君臣一行 将士勇猛 定能够歼灭叛敌 永驻江山 皇帝恢复斗志的同时 官兵们也在勇猛平乱 就连小毛子也赶到了一线拼杀 杨启龙以为康熙驾崩 放松警惕低估了进军实力 敖战半夜后 终究还是被包围了 眼看退无可退决定乍想 等官兵接近后才又反杀 身为卧底的小毛子被重点攻击 当场重刀牺牲 杨启龙却趁机逃脱 不知所踪 三郎相会覆灭后 在那里藏身的吴英雄也被活捉 压到了孝庄面前 直到此刻 他仍然认为吴三桂不该造反 因为最终抵不过朝廷 但是他也坦荡承认 既然已经造反 他就必须和父王同进同退 孝庄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两个都是明白人 一个反对起兵 一个反对撤凡 只不过两家的一老一哨不听权 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京城的危机就此解决 不过南方的战事仍然吃紧 好在局面已经有所不同 吴三桂的攻势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难以为继 而朝廷方面同样如此 双方成功进入了相持阶段 此时如果朝廷能再拿出几万精兵 就能够进入反攻阶段 为此周培公提出了两项兵员 其一是汉八旗 清朝的八旗军 其实分为三个部分 除了八旗满洲外 还有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 八旗汉军创立于皇太旗时期 为大清开朝立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吴三桂树起反清复明的大旗 对汉人繁满有一定的煽动性 所以朝廷评判时 很少让汉人将领率领汉八旗出战 这是一股被血藏的力量 周培公认为大清已经深得明星 应当信任汉人 重用汉八旗打击吴三桂 康熙当即准奏 第二项兵员在王府城那里 王府城拥兵自重 显然另有一心 朝廷为了防备他 在其辖区附近部署了兵马 只要能保证他不反水 就可以把这股兵马腾出来去攻打吴三桂 王府城本来是吴三桂的救部 康熙亲自把他提拔成大将 但是也防了一手 就是安排他儿子王吉珍在京城做官 现在有求于王府城 又使唤不动 就让他儿子执笔自己口述 给王府城写了封信 你无论何时来归 朕将抛弃前线 出攻远迎 因为你是国家之动量 朝廷之忠臣 如果你父亲执意要造反的话 你只管带兵来打在此之前 仍将使你们父子为朕的异性骨肉 对皇帝来说 这样说话够低声下气了 康熙知道王吉珍还是忠于朝廷的 就派他去送信 把他爹爹劝回来 父子相见后 王吉珍有心替康熙劝想 但吴三桂也送来了一封拉拢信 王府城因而举气不定 最后还是坚持两步相帮 康熙放低姿态 还是被他拒绝了 与此同时 更紧迫的危险还在逼近 查哈尔王的兵马离京城已经不足百里 可朝廷却没有军队可用 成破之日 皇室和文武百官都得沦为阶下囚 关键时刻还得靠皇奶奶出手 皇宾还有数万火狼之师没有用 这数万火狼之师就在老祖宗的秀玩 于是次日 孝庄奶奶的茶话会成功上演 那些受过孝庄恩惠的人 把家里的什么院士 兵友 家奴 雍公 全部拼一块 隔天就组成了一只虎狼之师 有了兵自然得有将 康熙瞅准了周培公 他没有任何统兵经验 但康熙认定他能行 认定他为主将 而颇有经验的土海为副将 只是这股临时拼凑的队伍 毕竟不是正规军 士兵也大多是满洲八戚子弟 骄横难逊 一看将军是汉人还是个书生 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将军令氏 某氏出客集合 为何来时 周培公虽是书生 但杀法果断 当即下令把侯如海 在内的持道者就地正法 人头落地后 这帮兵匹家奴立刻重整队形 全场肃然 随后周培公又宣布了新的军令 对抗命者 临阵脱逃者等13类表现 一律斩首处置 而这13条里 唯独没有禁止掠夺名才 因为周培公很清楚 光靠立威士兵也许守规矩 却不会拼力卖命 得给些甜头 才能让他们成为虎狼之师 于是屡试不爽地画大饼来了 他告诉士兵们 查哈尔王有一千万两黄金 皇上已经同意 得胜之后一半上缴博库 另一半分发给士兵 相比三藩之乱 查哈尔的叛军没那么重要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 周培公在很短时间内 三下午除二 就把查哈尔三万铁骑干翻了 捷报传回京城 康熙新卫之志 加封周培公为一等国 太子太保和兵部侍郎 并派他继续带兵前去攻打王府城 不久前 康熙还和王府城以异性兄弟相称 可惜对方未抓住机会 此一时比一时 劝祥不成可以逼祥 逼祥不成还可以剿灭他 这现在手里有了生理军 真还怕王府城待机而动 王府城野心不小 能力却不济 他自以为两部相帮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殊不知他只配助攻 真正的玩家只有吴三桂和康熙 在需要战队的关键时刻 两部相帮就是同时得罪两方 时机稍纵即逝 不当忠臣即逝反贼 千里行军后 周培公兵临城下 而王府城还在打如意算盘 他愿意归顺朝廷 但必须在打败周培公之后 这样才能显出他的分量 逼康熙设他无罪还要加官进绝 朝廷想攻打他驻守的平良城 关键在于湖里 王府城派儿子率领金锐死守 只要守住五天 错掉朝廷军队的锐气 他再带兵出城 城两面包夹之势就能轻松取胜 但问题是 周培公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掏出了秘密武器 三十门红衣大炮 这东西现在看起来不起眼 放在当时就是东风快递 上来一顿饱和攻击 王吉珍率领的金锐溃不成军 土海则带兵去收割人头 分分钟搞定 有红衣大炮相助 天黑前就能拿下平良城 不过放过几发之后 周培公却下令停止攻击 照这样轰下去 那就不是奸敌 而是屠城了 土海倒也不含糊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如果换作王府城轰我们 他绝不会手下留情呀 土海气得摔了剑 举起一葫芦不明液体 咕咚咕咚喝了起来 周培公一看大兄弟咋还生气了 这才帮他点透 咱打了圣仗大功一剑 但是御史们要觐见 史官们要批判 小人们要捣乱 说你我放纵兵马残害百姓 那个时候天下早已太平 人们早就忘了 我们今天是如何流血的 只记得我们一顿炮火 灭了平良三十万百姓啊 咱今天是杀了个尽兴 但日后迟早要被卸假 周培公接着又是一顿分析 土海兄 你看朝廷现在没梁没响 皇上又想让我诉讼 依现在这个情况攻心未少 不如我一个人进城去劝降王府城 不多时周培公单骑独闯平良城 正巧在城门口 撞上镇南王上之信也来求援 眼看俩人就要动手吗 城门开了 可刚进帅府 迎接他们的根本不是茶桌 而是油锅 王府城一脸怒气地走了出来 上将军求生欲很强 开口就叫书 周培公也忙客气 王将军为何一身束缚啊 王府城是气得咬牙切齿 我儿子 昨日死在你的炮火之下了 你说我为啥一身束缚啊 上之信更是来劲了 上来就是一痛吹 本王在广东 痛奸朝廷官军三万三千 拿获四瓶以上文武六十余人 广东全省竟在本王掌中 但半月前 听说康熙派兵把你围 本王就首提五万大军来救你了 现在大军就在城外八十里 咱一胜利会师就会是北上 抢在吴三贵前面攻取京城 如此大事可定 而周培公听此丝毫不慌 只阐明了三个要点 第一你虽然拥兵自重 但毕竟没有帮吴三贵 皇上仍然愿意重用你 第二耿经中和尚之信 早已经兵败如山倒 吴三贵败王也是迟早的事 第三二百枚红衣大炮就在城外待命 你自己掂量着办 没错周培公只有三十枚红衣大炮 却号称二百枚 对必要的吹牛毫无压力 这三点软硬兼施 王府城狠狠动摇 一旁的上之信见此 顿时急了眼 贵公子就是死于他的炮火下 你不学耻 我可是要他的狗命了 刚从死人堆里爬回来的王吉珍 看见这一幕 直接使出了隐藏多年的武功 小王飞刀 一刀戳透了镇南王上之信 儿子回归 王府城喜出望外 扑通一声跪在周培公面前 接受了朝廷的招呼 捷报传到京城 康熙大喜过望 战事旷日持久 剧中只能精简表现 实际上此时距离吴三贵起兵 已经过去了五年 这五年来吴三贵日渐衰老 处理军务越来越吃力 而朝廷方面 由于后勤等基本盘过硬 逐渐扭转了局面 周培公更是百年罕见的大才 屡见其功 从穷光弹道抚远大将军的飞升 也证明了他无穷的政治潜力 然而木秀于林峰碧摧之 就连与周培公是朋友的明珠 都开始搞事情 皇上你看 周培公和土海一文一武 可谓是株连碧合 而且手上还有三十万大军 如果他起了异心 那比吴三贵还可怕 康熙犹豫了啪的一声和尚奏折 他是该把功劳给别人一点 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周培公收到兵部急剑 看着信上的内容 脸上逐渐失去笑容 他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把信件交给土海 什么 调你回京城 这到底想干什么呀 土海把信柔做一团 狠狠地摔在地上 土海看不出来 周培公还能看不出来吗 这哪是兵部的命令 这分明是皇上的意思 只不过是借兵部之口说出来罢了 土海还是不甘心 一个劲地劝周培公 咱现在要不了十天 就能灭了吴三贵 你再拖上几天 咱把吴三贵水晶一推 你就压着他去京城 这多大的功劳呀 可周培公多聪明啊 从现在起 护衍大京军是你 而不是我 朝廷的意思我明白 他们要把这个盖使其空给你 土海还在替周培公抱不平 周培公却一语道破天机 你别忘了 我是个汉人 朝廷上某些大臣 从来没断过对我的流言蜚语 皇上让我统兵至今 已经很不错了 周培公留下伤心的泪 吴三贵也没几天好活了 康熙十七年 公元1678年 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 康熙帝终于平定三番 平息王吴三贵死 解除了朝廷的第二个心头之患 康熙高兴啊给文武大臣 一人赏了一代爱心绝罗行吃和尚 培育得改良道明 马屁王明珠直接抢答 皇上的意思是 此乃天将祥瑞 预示着我大清万世太平 周培公你说呢 皇上的意思是说 既然北京能出道明 那么直立山东山西河南 应当都能出道明 若干年以后 我大清国父名强 台湾和仇不归 北疆和仇不平安 河道和仇不治 曹韵和仇不通啊 周培公这话算是说到康熙心里了 我爸顺志曾经说过 明星即是天道 你们记住 老百姓是不能得罪的 但功臣却是可以得罪的 是的没错 这天早朝之后 周培公就被血藏了 一晃就是十一年过去 康熙老了从青年变成了中年 周培公也病倒在床起不来了 这天 学了医的康熙来给周培公把脉 周培公问康熙 你咋想起到圣经来了呀 朕此次来圣经 朕一共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拜昭灵 二是收服蒙古王宫 这第三是再度启用你周培公 周培公无奈地笑了 皇上我有个大胆的猜想 你想再度启用我 是不是到了圣经以后才想起来的 实话告诉你 皇上明天才拜朝礼 后天才会见蒙古王宫 大后天才召见圣经的文武大臣 皇上今日刚刚落井 海贵记忆中查 就来看你了 康熙抬手打发走明珠 看着病榻上的周培公 康熙决定告诉他自己的苦衷 你破茶哈尔 平无三跪为了大清 立下了不适之功 三十万朝野流言上下窜 担心你成吴三跪 伟大不掉要造反 微臣知道 不过这话从皇上口里说出来 微臣心里舒服多了 加上明珠所额图 你知道他们的路数 暗中让御史来参你 朕只好先把你苦一苦 你要体谅朕 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特意把你扔到圣经 我们满人老窝 就是为了方便监视你 惭愧啊 把你放在冰天雪地里十一年 我一直在想 一旦有机会 朕还要启用你 可是想着想着就忘了 直到最近台湾闹事 我才在想起你来了 想让你攻打台湾 周培公一听先是热血上涌 但身体却很诚实 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了 但你给朕推荐一个人 和你一样的人 周培公一思量 还真有这么的人 谁啊 姚启盛 朕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周培公心想 你当然没听过了 要是他也冥满天下 只怕活不到今天了 皇上他也是个汉人 康熙夺着不念叨着 姚启盛 念叨完康熙拔腿无情 你累了朕先走了 教主康熙表明 臣用十年的时间 画了一幅小画 想献给皇上 山水有情生生不息 不过皇上 臣的屋子太小 怕是展不开 皇上带回宫里再看吧 康熙听此并未过多在意 可当这幅小画 徐徐展开的时候 康熙惊呆了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错了 自己错得离谱 他纵然有一万个理由和借口 终究还是赴了周培公 赴了他的一片忠心 微臣从十年之功 遍阅古今各族史料几图 终于构成此图 微臣自信 此图不但是大清最精最全之图 也是中国自古以来 最精最全之图 周培公的声音在康熙耳边回响 台湾问题是大清的小问题 蒙古准格尔王格尔丹 才是大清的心腹之患 但玉平格尔丹必须先收复台湾 皇上周培公去世了 知道了 李德权告诉晚朝的大臣 周培公死了 朕听朝一次为王宁守 康熙静静地坐在地图前 他或许在想 周培公呀周培公 你还是像以前一样 不给朕面子 甚至不给朕一个 亲自向你表示感谢的机会 康熙终究心中有愧 但如果再来一次 他会不会改变做法呢 谁也不知道 总之这一做就是整整一夜 列位成功 天下子民 台湾收复了 台湾收复了 无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公元1684年 康熙皇帝任用姚启圣 施郎等大臣 成功收复台湾 横湖诸岛 完成了一统中华的大业 沿海诸省再没有外敌入侵的危患 两岸子民得以安稳生活200多年 不过树域进风却不止 外患是解决了 内忧却越发明显 太子党与大皇子党斗的是如火如荼 最近还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口 各地的都府到台空圈 该选拔新官上任了 而负责向皇上提名人选的势力光帝 因此太子党领头人索额图 和大皇子党领头人明珠都来找他 想让他安排自己的人上位 从而扩大党与势力 其中明珠送了李光帝五万两银子 索额图就更不用说了 平常就给他各种好处 手里还捏着李光帝的小辫子 李光帝毕竟是官场新人 却夹在两大全城之间谁都得罪不起 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样 但他毕竟也还是聪明人 虽然自己解决不了 却知道该向谁求助 有一个人不在官场 但无论政治智慧还是地位都极为超然 那就是苏玛拉姑 苏玛则告诉他 忠于哪边都不如忠于天子 与其在两派之间苦苦挣扎 还不如向皇上坦白一切 于是不久后 康熙问起都府到台的人选 李光帝却不到御前报告 只让李德权送上来一份折子 自己躲在戴照处贵侯圣旨 明珠和索额图都以为 李光帝站在自己这边 以为这份折子就是他们拟定的名单 没想到这竟是李光帝的辞职性 这个官人家不当啊 康熙雷霆大怒 亲自赶到戴照处质问 李光帝 听说你要辞官离京是吗 谁炼你的胆子 朝廷又不是公共厕所 岂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而李光帝回答的那叫一个义正词言 臣害怕在京城死无葬身之地 死无葬身之地 这三尺黄土够葬你的了吗 朕马上下旨 在习家乱坟岗子 给你拨三尺黄土 不过在此之前 你必须得说实话 到底为啥要辞职 爱要个坟地咋这么难吗 看着门外四位位高权重的始作俑者 李光帝犹豫地低下了头 康熙却不肯给他犹豫的时间 眯着眼使出了激将法 李光帝啊李光帝 你死都不怕 还害怕说实话 李光帝皱着眉头表示 事情太多太乱 我不知道从哪说起 就从都府到台的任生名单说起 小机灵鬼一句话 直接把坦白从宽变成了命题作文 这下李光帝来劲了 既然皇上言训 最臣只好斗胆直言了 那份名单上有所向闻生四人 李光帝话说了一半突然停住 现场空气凝固了 康熙却明白接下来的话 不适合太多人听到 于是吩咐道 你们都给震进来 四人信信地走进屋站成一排 康熙夺不到明珠面前 直接一个回首套 明珠吓得一击灵 李光帝接着输出 还有太子殿下安排的三人 大阿哥安排的两人 总共是十二人 可都府之缺总共只有七席 根本就安排不过来 好骂李光帝这一下 算是捅了马蜂窝了 康熙手下四位最有权势的人物 都让他给得罪了 明珠的反应那叫一个快 直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李光帝他一派胡言 那名单上的候选人 全都是考核过的优秀员工 全都是忠心耿耿效忠皇上的臣子 我们可不敢假公祭司 说着明珠还把手指向了索额图 索额图也不敢啊 明相所言极是 那名单上所列的诸人 举都是内阁大臣们公义的 太子与大哥从来没有安排过任何人 索额图这么一说 太子和大哥也都站出来否认 李光帝一下子直接从原告 变成了被告 刚才还干燥的脑袋 立刻就跟进了水势的满头大汉 索额图更是当场告发他曾经调娼 康熙一算日子 黑还真巧 那正是你和南起儿 私通情书的时候 康熙那个气啊 好你这个渣男居然渣到我家来了 当即下旨将李光帝下了 李光帝则被吓得当场晕厥 其实康熙当然知道李光帝说的是真话 但他太不知轻重 此事明明可以密报 他却非当着索额图和明珠的面告状 如果采纳他的戒言 那要不要治两大全臣的罪 一旦查处他们朝政又该依赖谁 所以李光帝是让皇上下不来台了 只能先被牺牲 当然康熙也并不想他就这么死 还特地让苏麻前去安慰 说不必急着求死 只要活下去 事情就可能出现转机 最后甚至干脆一狠心 命人将他装入囚车 带着他一起远征戈尔丹 李光帝 朕要带着一征 知道朕为什么要带着 至于康熙为啥要保住李光帝 原因也很简单 李光帝虽然犯了莽撞大错 却做对了最重要的一点 他宁肯得罪两大全臣 也要跟皇上说实话 就说这份忠心 康熙就要把他培养成心腹 在军营中李光帝跟劳改犯一样 每天做着各种苦力 晚上睡球车 不仅手肿搅烂 还要受芝麻小官的欺凌 吃尽了苦头 康熙的态度也彻底和缓下来 像个班主任一样 针针教诲 事事动明皆学问 人情炼达及文章 李光帝以往坚持单纯的是非黑白 看起来充满道义 但在官场中不懂变通 就只会撞上南墙 理想主义者必须摸透现实 才有能力守护光明 痛则通 无痛则不通 李光帝在痛苦中领悟之后 康熙便让他官复原职 而他在悬崖边走了一遭 此后便要抛下书生意气 跟灵珠索额图学习权谋之术 开发自己腹黑的一面 与此同时大清军队首战告捷 格尔丹向乌兰木通败对 但康熙自己却生出了寒热重症 也就是瘧疾 当年的医疗技术有限 得瘧疾是会死人的 在京城都难治好 更何况是缺医少药的军营 明珠和李光帝火速向京城来信 要求太医院送来良医良药 当然为了防止政局大乱 他们只说皇上偶感风寒 但却被太医也识破 索额图马上就来京城了 一旦康熙驾崩 太子便可在京城继承大董 他索额图也从此就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整岛明珠就是洒洒水的事情 但是万一明珠进水楼台先得月 让康熙临死前变更继承人 那结局就会整个反过来 太子被废 大阿哥和明珠上位 他索额图搞不好就会变成阶下囚 因此索额图就一个劲的窜多太子 筹划着提前登基 甚至连龙袍都准备好吗 明珠党羽收到消息 一边赶紧派人奔赴墨北大营 告知京城消息 另一边让惠妃将目前情况告知给孝庄 如今皇上生病已是人人皆知 大臣们人心惶惶 朝政已经出现了乱象 当此之际 孝庄拖着老麦不堪的身体 再次驾临这前清宫 自从康熙撤三番以来 他可有些年头没插手证物了 如今头发全白身体勾笼 可这个老人仍然震得住大清朝廷 他要太子和索额图亲口告诉百官 皇上龙体康健 大家要不传要不信谣 否则斩行伺候 自此之后 朝局才安稳下来 诺北这边 格尔丹大军正在朝大清军营逼近 可康熙的病却日益严重 他自知时日无多 要为太子立下传位诏书 明珠急了 赶紧把太子准备登基的事情上班 康熙一听 直接气昏了过去 他如果驾崩 军营避乱朝廷避乱天下避乱 但万幸的是就在这时 京城来人送药了 且领头的正是康熙最宠爱的荣贵妃 由于太子的各种骚操作 康熙已经不愿意吃太子准备的药 怕死骂能理解 不过荣飞总能给人惊喜 他在路上抓了两名法兰西传教士 有西洋研制的虐极良药 为了防止药性有毒 荣飞还亲自以身试药 确定安全后立刻让康熙服用 转眼间迎来决战 硬是和格尔丹各自带领两军对峙 风声萧萧战阵如云 一场血拼即将开始 可就在此时 一袭白衣却冲进两军之间 大呼着让两军停战 没错正是兰奇尔 兰奇尔是满清的格格康熙的亲女 但同时她也是格尔丹的王妃 她不想看见任何一方受伤 然而王图霸业容不下一个女人阻止 身体好转的康熙 让李德权去劝走兰奇尔 同时给主将下令 一旦三通军骨敲完 无论兰奇尔走没走都要万箭齐发 荣飞急了 兰奇尔是我们的女儿啊 大战在今 谁挡在朕的前 谁就是朕的第一人 你干什么去 你下抗旨啊 圣旨在大大不顾母爱 荣飞跑到了战场上 一别几年后终于和女儿相见 母女两人相拥而弃后 他们不顾李德权的劝告 一同呼吁两军停战 可是圣旨已将 大清的弓箭手已经就位 眼看就要万箭齐发 见识不长眼母女两人势必被射杀 硬是为了救他们一命 索性在放箭前率骑兵冲锋 双方展开贴身近战拼死相杀 但两军将士都自觉避开母女俩 兰奇尔在两边都地位尊贵 再加上他们只是两个女子 谁也没必要伤害他们 昏天黑地间 一场恶战结束 荣飞和兰奇尔缓过神来 只见满地都是尸体 这一仗清军获胜 格尔丹大败而归 李光帝奉旨赶来 要把母女俩接回大营 李光帝和兰奇尔当年曾是恋人 如今物是人非 自有一番唏嘘 可当初也是康熙非要兰奇尔嫁给格尔丹 得亏格尔丹对他好 两人日久生情生活也算开心 但如今康熙又来杀他的丈夫 可怜荣飞只有这一个女儿 却无论如何都留不住她 只能黯然回到军营 而她在战前公然抗制 犯了帝王大忌 康熙虽然理解 但也必须予以成见 因此把她从皇贵妃降为普通妃位 可这时荣飞还不知道 这只是她落难的开始 与此同时大哥现在生死不明 原来格尔丹败退时 她乘胜追击 结果直到天黑还没回来 主将只在河边找到了她的头盔 估计已经阵亡 康熙下令接着去找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不久后兰奇尔赶回格尔丹大营 却正好看到了应氏 原来是被俘虏了 应氏生性骄傲 被俘生不如死 求兰奇尔一刀结果了自己 可兰奇尔却明白 今天是大哥赶在放剑前冲锋 他与母亲才得以活命 他要放应氏逃走 偏偏这时候格尔丹出现了 你又要背叛我 我说过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但我求你放我阿哥一条生路 也算是给康熙一个和平的成语 格尔丹 我和你之间永远不会有和平 你还是杀了我吧 只是你今天帮我走 将来我还是要砍到你的头 臭嘴 五年前 是大阿哥把我送到准格尔的 求你看在他千里送亲的份上 就放他一条生路吧 格尔丹跟康熙终究还是不一样的 他英雄仪式也还是会为蓝奇而心软 下令放走了应氏 但也因此注定了自己的败亡 大阿哥骂骂咧咧的上了马 一路狂奔 正巧半道遇见了他就明珠 我中了格尔丹的埋伏 你被俘了 你如何脱险的 乱签放了我 老臣有句话 请大阿哥斟住啊 待会见了皇上 被俘的事情可不要说 就说你恶战负伤昏迷了 醒来之后又迷了路 这是欺君了 然而大阿哥最终还是听从了 他就的指点 康熙一听 哦原来我儿子没被活捉 还挺得意 朕这次是真高兴 虽然咱这次没把格尔丹给灭了 但是把我们重错了他的锐气 我的重病还让洋人治好吗 我儿子也化险为夷 活着回来了 这是三喜临门呀 随即开心地下令班师回朝 不过康熙一回到京城 又突然高兴不起来了 因为他想到 西征时太子居然准备提前登基 其他阿哥和嫔妃也要算计皇位 蓝祺尔更是把他当成仇人 他虽然身处皇位 却感到高处不胜寒的孤独 画面一转 太子主动找到康熙认错 不过那都是下人私自所为 他自己万万不敢背面 说得几乎身位俱下 康熙狠狠训了他一通 但同时也感到欣慰 太子敢主动承认此事 说明心里美鬼仍然是个好孩子 或者说当父亲的 更愿意相信是这样 总之他对太子表示原谅 还尊尊教会他要好好进步 实际上 应人这套说法都是所恶途交的 这个老油条没把康熙摸透 也摸了七八成 不过半军如棒 揣摩圣意如此精准 虽然看起来厉害 实际上却是虎口夺食 说不好哪天就会翻车 另一边李光帝回来后 比以前更受皇上倚重 在苏麻面前 他毫无顾忌地说了心里话 我就不信 搬不到明珠索额图两大全臣 光帝的性命是大师救下的 在大师面前 光帝毫无隐瞒 从今以后 光帝要以两位全臣为师 以求清除于蓝 而胜于蓝 早晚有一天 会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搬到明相所向 为朝廷出害 你这是出于公义 还是报私仇啊 不过要扳倒索额图 还真有个好机会 沙俄不仅援助格尔丹 近来还侵犯我国的 雅克萨等地区 清军发动自外反击战 把沙俄的826名侵略军 困死到只剩下66名 康熙28年 大清与沙俄开展谈判 要划分两国东部边界 康熙任命索额图 为使团第一代表 道尼布楚 却跟沙俄谈判签约 单此重任索额图 深感荣耀 然而他前脚刚走 康熙就派李光帝暗中查访 太子监国期间 到底和索额图一起干了些什么 另外索额图之前担任领内大臣 相当于原来的首辅 而他离京后 康熙就让明珠取而代之 暂据百官之手 看样子 康熙要开始收拾党政了 当然现在只是第一步 利用明珠和李光帝来搞索额图 索额图在职期间屡屡任人为亲 对明珠的党羽频频罢处 明珠上位后有过之而无不及 立刻把自己的亲信调上来 将对方的党羽踢出局 李光帝如实把情况报到预前 康熙不由地感慨 要搞两大全臣案说应该秘密筹划 然而康熙却主动告诉李光帝 这么做有两个原因 一是对他充分信任 二是如果只搞索额图一人 那么用明珠就足够了 现在要搞两大全臣就需要另外的武器 李光帝跟他们都有仇怨 这是最锋利的一把刀 此外康熙还让他推荐新人上位 其中就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军机大臣张廷玉 这些人目前官职低微 康熙亲自把他们提拔到中央 担任上书房行走监理内阁任务 就像当初的周培公一样 饱受知遇之恩 品贤低而权力大 直接向皇帝效忠 既然索额图和明珠都有党女 那么康熙也要培植地党 用他们腾龙换鸟革救立心 至于索额图虽然身在尼不楚 但因为有亲信密报 对朝中情况了然于心 可他还是不如当年的所谓 只经于小数而疏于大道 得知皇上重用四位青年大臣 把新上位的明珠给架空了 他仍然不清楚康熙的真正用意 皇上此举究竟是想以明珠之手整我呢 还是以四位青年大臣之手整明珠呢 这还很难说呀 小孩子才做选择康熙全都要整 这些年来状告索额图和明珠的秘折不少 可就是没人敢公开弹劾 于是李光帝建议开启封闻言识 就是让官员们互相揭发 不拘于证据 听说什么就报什么 如果举报无误则有奖命 举报错了也不用承担诽谤之责 这种政策有极大的风险 容易造成官员互相诽谤 败坏官场风气 但康熙却不担心 对他来说 这只是整导两大全臣的工具 可以用他们的言识 然后再进封闻言识 吾皇真是千古圣君 康熙有谋略不假 但这其实也反映了 人质和法治的区别 法治对是不对人 具有统一性 稳定性 权威性 而人质则取决于 统治者的个人素养 康熙被称为千古圣君 恰恰反映出 大部分皇帝都不够圣明 说回现在风闻言诗一开 威力顿时显现 上书房收到六大箩筐 合计1533道弹劾奏折 一时间谁人背后不参忍 谁人名下无人参 被弹劾最多的自然是 索额图和明珠 大哥和太子也牵涉其中 执政就像放风筝 何时该把线拉紧 何时该松一松 康熙自有分寸 他知道重症需要缓制 越是这种时候 越不能逼得太紧 不然容易生乱 现在该往回收一收了 这场风闻言诗由李光帝建议开启 闹了满城风雨 可他自己却置身事外 至今没有弹劾一个人 这小子现在学经了 绝不轻易表态 康熙则点名要求他上奏 听他的所思所想 另外康熙还告诉他 这次的一千多道奏折中 夹杂着两道匿名折子 都是能影响朝纲的大事 被他给压了下来 其一说的是他在南京视察明孝林时 索额图勾结诸三太子 企图用红衣大炮刺杀他 其二是大阿哥硬是曾经被格尔丹俘虏过 康熙将信将疑 命李光帝去调查清楚 李光帝敏锐地感知到 政治风向已经出现标志性变化 是时候出手了 回家后他便开始拟定奏折 准备弹劾索额图 但就在这时传来消息 索额图在尼布楚谈判顺利 已经代表大清与沙额签约 得风向右转了 李光帝随之放弃弹劾索额图 把笔锋转向了另一个人 认有点牛 明珠进来的日子并不好过 他早就察觉到苗头不对 头上就要悬着一柄铁剑 不知道何时会落下 三天后是他的六十大寿 他故意询问康熙这场寿宴 还能不能办 这是要试探皇上对他的态度 康熙让李光帝唱白脸 自己唱红脸 对明珠大家安抚 让他放心过生日 等日后争搅格尔丹时 还要带他试驾 明珠放心了 三天后寿宴如期举办 包括公亲王在内 不少贵胄和官员都来为明珠克寿 唯独索额图却连张帖子都没送过来 两人虽说是多年的对手 但高手之间都注重丰度 这种场面活还是要有的 可今天索额图却一点面子都不给 显然对明珠的倒台有了十足把握 而在这种敏感时刻 映士却毫不避嫌 坦然来为舅舅贺寿 要和他荣辱与共 九过三巡突然有位贵客到来 没错 正是上书房大臣李光帝 他奉旨带了一份寿礼 是康熙的玉笔提字 量府量臂 如同诸葛亮和张良一样 是大大的贤臣 充分肯定了他三十多年的从政生涯 有了皇上的官方定性 明珠感激涕零 在场人等也都觉得他稳了 然而下一秒 李光帝本人也送上了一份大礼 既然来了 在下就想当众宣读在下的贺词 上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是明珠 数十年来深蒙皇恩 却不思忠君报国 暗中广结党徒忘形不法 有师不赦之罪 明珠不除朝廷不宁 臣子不服百姓不安 臣李光帝叩请皇上名正典型 将明珠罢官拿问申查言办 李光帝这波属实是把杂场子 给完明白了 当然这也是因为他有了十足的把握 认为皇上一定会办明珠 才敢把事情做这么绝 而念完奏折李光帝潇洒而去 留下来贺寿的一干人灯傻愣在原地 康熙收到消息后 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 正是想让他好好过生日 没打算羞辱 看头钱犯人 也要喝一壶行刑酒吧 康熙这话是说给老丈人所额图听的 是想告诉他别以为明珠倒台了 你的日子就能好过了 老婆看这些折子 都是谈恨你的 他不受贵 广之狼狱 阳凤阴违 忘形不法 还有 你捕获太子 师送养官 让他坐下 走浅之事 把肚子都搞大 你爹索尼是咱大清的功臣 也是我的恩怨 他临终前立下两道遗嘱 一道是给朕 另外一道是给你的 他要朕永做圣君 要你生生世世忠于朕 可你呢 不想再好好报国 整天和明珠明争暗斗 老丈人呐你女儿是皇后 你外孙是太子 你咋还不知足呢 为臣顾服了皇上的后恩啊 索额图一边请罪一边说 他不该跟明珠争 康熙敲打完索额图 就把他放走了 过完生日的明珠 也颤颤巍巍的 他跪在大雨中请罪 然而康熙紧紧赏了碗姜汤 就让他回去了 骂你说明你还有希望 不骂就说明 他已经彻底放弃你了 明珠明白这个道理 于是赶紧告诉大哥 其实跟自己划清界限 绝对不能被他给拖下水 硬是一听赶紧就去爸爸跟前捅舅舅 本身要谈和明珠 硬是告诉康熙 打格尔丹时自己被生情活胆了 接着还把明珠如何叫他欺君的事 一股脑全说了 你真的背负过 真的丢人啊 明珠彻底垮台了 但康熙的愤怒还在蓄力中 不久后新晋大神张婷玉 奉执到明珠府上抄家 明珠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倒也还算稳重从容 而他被抄的家产中 竟然只有二百两现银 这正是明珠的精明之处 他用财而不弥财 多年来受贿打几千万两银子 但从来不存钱而是灰金如土 把钱都转送给了心腹彭党 大家自然都愿意支持他身居高位 他几十年大而不倒 这是关键因素之一 康熙明白其中因素后大骂可恨 而明珠事件告一段落后 康熙便急着再次御驾清征 剿灭格尔丹 临行前特地来看望皇祖母 恰好容飞也在场 于是主动请求随军试驾 这样方便照顾他 康熙本来不同意 但孝庄似乎想为他助攻 容飞没想到老祖宗居然虚晃一枪 其实孝庄主要还是从政治上考量 保日龙梅毕竟是卡尔卡公主 在草原上有号召力 能够帮助康熙作战 保日龙梅也求之不得 他判这天已经判了好几年 毕竟他的部落就是被格尔丹锁灭 一定要报仇雪恨 而上回坐球车随军的势力光地 这次却变成了明珠 同样康熙是要保他性命 以防被所额图害死 大佬毕竟是大佬 明珠虽然沦落到棚头垢灭 但精神并没有消沉下去 他知道自己不能翻身 但也不会惨死 已经坎然接纳未来的命运 他还告诉应世 凡事再有黑锅 一律都往他这个舅舅身上推 由他来扛 至于他的死对头索额图 如今还是百官之首 可他并不知足 竟然趁着康熙不在 让小太监打开皇上的保险箱 找到了对他不利的秘纸 知道内容后他吓得心惊肉跳 因为秘纸所禀报的 正是索额图勾结杨启龙 企图用红衣大炮刺杀皇上 康熙既不处置索额图等人 也不毁掉秘者 显然自己也是将信将疑 现在他和索额图 就像是黑暗森林中的两个猎人 康熙摸不透索额图有没有谋逆 索额图说不准康熙会不会办自己 这种情况下就得做最坏的打算 毕竟一旦谋逆案被查处 他会比现在的明珠还惨 一不做二不休 索额图决定先下守围墙 推翻康熙 而在此之前 一定要把太子拉上船 跟自己彻底绑定 恰巧太子府中有个很受宠的机器 名叫红玉 这红玉乃是朱三太子杨启龙的女儿 索额图便以这件事吓唬应人 说皇上如果知道这件事 绝不会轻饶他 再加上大阿哥日渐得宠 他很可能被废掉太子位 可没想到应人虽然庸碌 但起码的良心还在 可太子哪里会心 索额图一脸震惊 指着自己的鼻子跟太子论背 我女儿是你亲娘 我是你的国杖呢 是太子你是臣 你给我跪去 你给我朝天发誓 绝不伤害我皇阿玛 老父发誓 索额图确实没亲自动手 不过他的心腹大将 隔离一到西北 就找到了出家的朱三太子 所向拜上大师 请大师住一臂之地 老朽上不得马 拉不开弓啊 但大师是戈尔丹的智囊 深得敬重 你康熙不是和格尔丹打仗吗 最害怕的是什么 粮草供应不足啊 所以俩人一分工 朱三太子告诉格尔丹 偷袭时间 地点 格里则负责把防守人员撤离 当天晚上 一把大火就把粮草打赢 烧了个一干二净 好嘛 随军粮食只够吃五天了 眼瞅着这一次又要无功而返 康熙的小脑袋瓜飞速运转 马上做出了决断 即日起 上至阵 下至马夫 每人每日 只准 食用一个满 坚守大爷 原地待人 得知皇上饿着肚子等粮草 这可忙坏的粮草总提掉官张廷玉 毕竟要在十五天内运去十万袋粮草 且现在是索额图辅佐太子监国 张廷玉想酬粮还得等索额图审批 问题是他就是缺粮的罪魁祸首 肯定不乐意 借口京城没有粮食 要从江南调过来 再转运到墨北 加起来得花一个月时间 总之就是要脱 最好把康熙脱到饿死 张廷玉毕竟还嫩 拿他也无可奈何 万幸的是 还有一位重臣守在京城 我看哪 江南蒸掉的粮草不必进进 可以直接去到墨北 可行 此外 虽然京城替不出粮了 但据我所知 直立所属的东平官僧 还约有三万单村粮 可以先行运往墨北 一切大应 然眉至极 陈廷竟有地位有资历 几句话一出连锁额图 也无法反驳 在关键时刻 陈廷竟挽救了康熙 和数万将士的性命 堪称最强辅助 而他现在其实是拖着病体办公 此事过后 没几天便与世长辞 真正做到了鞠躬尽脆 死而后已 张廷玉愁到粮草后 就要赶赴墨北 启程前还特地来到 孝庄这里请旨 此时孝庄已经病得不能下床 但为了孙子能安心打仗 就让他转报皇上 自己一切安好 随后张廷玉又来到 苏玛拉固这里 可以帮他与皇上带话 苏玛的确有话要说 但在张廷玉面前说不出口 于是他就这烛火写呀写 把锁了半生的话写成了书信 丫头这辈子只深深地爱过一个人 他就是弟弟玄义 就是皇上 三十多年 苏玛说不出口 因为你是主子 写好信苏玛将其装进信封 然而就在要交给张廷玉的一刹那 他改主意了 有些话说出来就变了味 有些感情 任何文字都无法精确表达 不如化作一把火一缕烟 一捧灰烬一份遗憾 张廷玉走了 没几天孝庄就不行了 临走前他还不忘坑荣飞一把 我担心呀 我走后啊 这皇上啊 要废太子 臣妾该怎么做 皇上信得过你 你呀 好好地劝说皇上 不要行 废力 太子虽然有毛病 但是他还是一个好孩子 朝廷表示没有太子了 我真担心这十几个阿哥 都会争着抢着孩子这个位置 安排完后事 孝庄就将太监丫鬟还有容飞 都赶出慈宁宫 好 安静了 这回呀 彻底安静了 孝庄一边自言自语 一边扒了衣服 完事他又披上了自己最喜欢的那件披风 盘坐在地上喃喃自语 孝庄走了 苏麻在自己的惊涉里也走了 而身在漠北的康熙 也将迎来他一生中 最后一次高光时刻 由于粮草被烧 康熙已经饿得头昏脑胀 成日躺在床上不愿动弹 然而就在这时 他突然得到喜报 保日龙眉成功召集了卡尔卡旧部 他们不但愿意捐献粮草 还出兵三千加入作战 并且还探查到了格尔丹的营地方位 同时张婷玉也顺利把粮草送到了大营 喜讯连连士气高涨 康熙很快下定出战 务必要彻底绞杀格尔丹 士气大涨的清军所向披靡 很快就攻打到格尔丹的据点昭莫多 并发起了最后决战 太阳照耀着草原 骏马承载着勇士 机械化兵团还有几百年才会出现 这里只有贴身的搏杀 双眼直视双眼刀锋穿透血肉 格尔丹的将士虽然勇猛 但最终还是落败了 这一回应是再次乘胜追击 没有落入陷阱 格尔丹身受重伤 身边只有兰奇尔和阿密达 杀他如探囊取物 兰奇尔苦苦哀求大哥 放格尔丹一命 毕竟格尔丹也放过他 可他们本就是两种人 怎么会做一样的事 应是要用格尔丹的头颅 来洗刷自己被俘的耻辱 随后应是带着格尔丹的手机 大胜而归 康熙则亲自来接女儿回家 但兰奇尔没有理会康熙 头也不抬地挖着土 盖在死去的丈夫身上 兰奇尔正是你的皇阿 兰奇尔爆发了 那一年我十六岁 爱里光帝恨格尔丹 是你逼着我嫁给你的仇敌 如今我爱格尔丹为他生了娃 而你又把他杀了 连个胡伦失手都不留给我 康熙皇上 这天底下有你这样的父亲吗 你说你配当我的父亲吗 康熙被问得也一时没了说辞 突然一阵肝疼 捂住自己左腹 颤颤巍巍地站在风中 向兰奇尔道歉 兰奇尔见父亲不是马上心疼了起来 兰奇尔一把抱住康熙 父女俩相拥而泣 哭完兰奇尔终究还是心软了 愿意同父亲和解 但仍然不肯回京城 他要留在乌兰木通 把阿密达抚养成人 与此同时 索额图一党还没放弃作乱 康熙每离京城进一步 他们就觉得自己危险一分 所以更要铤而走险 后天 康熙大军班师回京 康熙愈驾先行后驾的 只有六百余领军 当天傍晚深时 康熙会在草岗子卸驾 那儿西面有一座山坡 正好可以用于伏兵 此时 康熙对即将到来的刺杀毫不知情 他刚获大圣心情正好 和臣下们饮宴跳舞 吃饱喝足后 又和宝日龙梅在原野中追逐 慢点慢点 等会儿我 你再追 懂事的太监也低溜着皇丑 已被不时之虚 康熙毕竟上了年纪 跑了没两步就气喘吁吁 宝日龙梅一抬头 看见天上有日 一回首发现身边有龙 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深情地脱掉披风扑在草地上 康熙躺在地上刚想休息一下 却发现宝日的神情不太对劲 他没给康熙喘息的机会 直接扑上来翻滚在绿油油的草地上 要说还是李德权经验丰富 快快快 不过这太监也是够损的 明明围了一圈 还偏偏给大阿哥硬是留了的缺口 硬是握着黄愁 望着青青草原 听着心爱的姑娘动情的欢唱 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另一边康熙舒坦了 康熙很满意 还要册封宝日龙梅为妃 但宝贵妃却并不愿意 她要的不是天长地久 只是找康熙借个龙种 因为喀尔喀草原还等着她呢 康熙这才知道自己只是个工具龙 你们个个都要弃小镇 都要走 皇上 现在我身上已经有了皇上的金血 但愿我能给皇上生个儿子 宝日龙梅离开了 而康熙即将迎来她的三重打击 这晚在草岗子附近 队伍扎音安线 杨启龙亲自率领刺客来袭 硬是赶紧来违账护驾 康熙却表示小场面不慌 安安静静看着自己的书 帐外却已经乱成一片 或许战争都能改变一个人 李公公兴奋起来 切换到变态杀手人格 那一刻 他真的好猛 被李德权表白之后 敌人迅速溃败 杨启龙更是当场被杀 再也无法变身 逗了这么多年 他到死都没见过康熙的真容 不过从他胸口前 搜出了康熙年轻时的画像 可见他一定要和对手 除掉杨启龙也算是场小胜了 但随后的发现让康熙颇为不爽 刺客之中 竟还有所恶图的门声阁里 他当然要一查到底 不久后御驾回到北京 太子率群臣道场外相迎 却只见他们都身穿笑衣 康熙这才知道 把他拉扯大幅佐好的皇祖母 吃心一生的肃麻拉姑 都已经去世 康熙脑袋嗡一下 直接倒了下去 凯旋的队伍瞬间就换了白衣 挂了白帆 而从丧事中抽身出来后 玄夜还要做回康熙皇帝 所恶图被他立即查办 和明珠同为阶下囚 只是还没有宣布罪名尚未定罪 那事情就可大可小 太子看李光帝颇受康熙信赖 就跟他打听查案进展 可李光帝奉旨保密 连太子都不告诉 只说所恶图没遵守正大光明的盛讯 等于说了个计谋 但临走时 他送了应人一条剑意 那就是赶紧和所恶图画清界限 甚至带头弹劾他 不久后康熙下令 正是审理所恶图 原则是要严查不放过他一条罪状 但也不要冤枉他 因此任命李光帝和张廷玉担任主审 太子应人负责兼审 烂船还有三金钉 所恶图虽然换上了囚衣 但几十年的官场经验还在 他第一次审犯人的时候 恐怕这三位还没出声 李光帝问了半天 都被他巧舌如簧地挡了回来 再加上太子在场 李光帝和张廷玉放不开 拿这个老头没有一点办法 审讯更是没有一点进展 把情况汇报给康熙后 李光帝建议对所恶图用心 令人一听就绷不住了 所恶图毕竟是他外公 又年高体弱 受了刑搞不好当场送命 赶紧为外公求情 所恶图当了四十年内庭大臣 无论有罪无罪 都已是皇权入境 再以酷刑侮辱他吗 而成如是所恶图的话 非得咬蛇自尽不可 令人的确有种种缺点 但他在所恶图面前维护父亲 在父皇面前维护外公 总还是讲情义的 如果真像李光帝建议的那样 落井下石 康熙才会针对他寒心 至于神理所恶图 康熙另有主意 于是同样落魄的明珠走上公堂 担任临时主审 相斗这么多年 明珠对所恶图的罪行如数家珍 更要命的是 明珠早年还曾经被他拉拢过 有些罪案就是他们一起干的 老哥俩谁不知道谁啊 所恶图想抵赖都没处躲 只能一一认罪 就这样庭审顺利结束 可等报告交上来后 康熙还是接受不了事实 康熙对所恶图恨之入骨 说砍他一万次头都不够 皇帝也是人感情也会受伤 可撒完气后 他的怒火又都归于心愿 所恶图不仁他却不能不义 最终他下旨 把所恶 明二相都关进大牢 处以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而所恶图一倒台 接下来就该是太子了 其实康熙清楚他脱不了干系 只盼着儿子主动坦白 但这些天来 印人始终装傻充愣 因此众人退下时 康熙单独把他留下训问 当爹的只想知道一件事 所恶图是君窜逆前 儿子到底知不知情 所恶图说 眼前之际唯有破釜沉舟 设法让儿臣提前即位 康熙本来就生够了气 现在以为儿子想是府 更受到一万点暴击 不久后 康熙率领全体皇亲 其致奉先殿祭祖 他公开宣布 废掉印人的太子之位 并将其圈进至宗人府 圣旨一出印人当即晕了过去 康熙和皇亲们也一一退场 就在尘埃落定时 荣妃却陡然生变 皇上 不能废太子 皇上老祖宗遗旨 太子虽然懦弱 可他仍然是个好孩子 皇上宽恕他吧 当着全体皇亲的面 他公然违抗圣旨 要康熙收回成命 因为这是老祖宗的遗旨 孝庄太了解康熙了 他担心自己死后皇上会废掉太子 致使阿哥们争夺太子味 甚至骨肉相残 所以临死前他曾要求荣妃 替自己劝阻康熙 正是这道遗旨害苦了荣妃 他答应过就要做到 但这样一来 就不得不和皇上作对 康熙背出了逆铃 下令把他给压下去 之后再来看他十二话不说 你疯了 臣妾 你是激动 请皇上降刺 你平时不是挺温良贤惠的吗 怎么到了关键时刻 你敢咆哮公堂 顶撞阵哪 康熙当即降旨 把荣妃的等级降为常载 并且不许他再出宫门一步 不久后 大阿哥硬是奉旨向一人问话 却只见他装疯卖傻 已经宛如丧家之群 而硬是替康熙问的不是罪行 是心计 第一硬人有没有说过 我当了三十八年的太子 何时才是个头 第二说这样的话 岂不是盼着皇上归天 康熙这世有心要就硬人 给他一个变白的机会 可硬是却故意给二弟白冷脸 致使他心生绝望 当天就真的发疯了 回来汇报时 硬是又把二弟的变白断章取义 坐实他的谋逆之举 见时机成熟 大哥为了太子之位 直接开启了传说中的做死大法 康熙一听这话就有点迷惑 万难之士 你的意思是把他杀了 他是你的亲弟弟 你连畜生你都不如啊 于是没过几天 康熙就下旨李光帝 抄了硬士的家 得老大和老二做伴去了 康熙也大概是心生悔意 主要孝庄又说准了 太子被废珠子争宠骨肉香残 于是他便又来看望荣常在 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当皇帝太后 作为父亲又太无情了 别的嫔妃是为了争宠才忠于皇上 荣常在是把康熙当成了丈夫而爱他 宁可惹他生气也不愿意骗他 于是直说了 说他疑心太重杀伐太狠 康熙一听这话又不乐意了 脾气一上来 便要追究荣常在亵渎圣上的罪过 直接剥夺所有尊荣贤卫 逐出后宫 交由宗人府为奴 而昔日的荣妃被打入冷宫 最高兴的就是慧妃 她多少年争宠争不过 如今终于得志 就暗中吩咐奴才打发她去洗马桶 把宫里的屎尿都交给他 整垮所额图和明珠后 又整垮了两个儿子 康熙的心累了也凉了 不想再折腾下去 在这两场大风波中 出力最多最积极的势力光地 他才能卓住但是心肠狠 让他留在身边 不知还会生出什么事端 于是把他扁到台湾 接替为东庭去当支县 至于东庭下放多年来政绩卓越 康熙思念故人 不但把他调回京城 而且册封为一亲王 念就是新老的标志之一 春秋如水而逝 康熙步入了晚年 不过也有些好事 比如 兰奇尔终于放下了当初的芥蒂 特地从准格尔赶到京城探亲 康熙激动地像个孩子 赶紧跑去见女儿 她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给女儿准备了许多稀罕的小礼物 其中还有一个新型的西洋音乐盒 兰奇尔对父亲孝顺而亲热 并很快问起她的额娘 康熙只好下令让荣常在过来 李德权会议 知道这是要做场戏演给兰奇尔看 让她以为额娘过得很好 可实际上 荣常在已经被马桶包围了几年了 要不是女儿回家 没有人会来救她 但为了不让兰奇尔难过 她还是主动换上了昔日的贵妃袍 似乎这样就能遮住她受过的苦 她从屋垢处走来 却宛如明月朗照 身外荣辱未曾削减她的光滑 面对女儿 她也绝口不提冷宫岁月 反而主动替康熙圆晃 你皇阿玛 隔三差五的来关照我 要我知冷的 四十八节 还老赏赐医疗给额娘 皇阿玛比以前替天人了 康熙听词感觉颇为尴尬 等他们聊得差不多了 就赶紧给李德权使眼色 让兰奇尔下去歇息 而荣常在则还要返回去刷马桶 做戏吗 给女儿看一眼就够了 来时奴才是假 归去身影寄疗 这皇家的袍冠重如千军 压得她心酸心痛 但只终究包不住火 第二天 兰奇尔主动去宫里找额娘 却震惊地发现 母亲的寝宫已经破败不堪 满目荒凉 母亲的所谓幸福都是假象而已 找过来的李德权 其实一直很同情荣常在 在她指点下 兰奇尔找到了母亲真正的居所 额娘 明白一切后 兰奇尔心如刀割 她断然决定要马上回到准格尔 让儿子起兵造反打回北京城 但母亲却以死相逼 学不让她这样做 兰奇尔 额娘 她知道你皇阿玛 阿西里 比你额娘 更苦 更痛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 竹子争处 手足相残 这时候谁对你皇阿玛最亲 她反而会把资格的痛苦 砸到谁的身上 不过你放心 不要多久 你皇阿玛就会醒过神来 会知道自己错了 就会亲自 见额娘走 额娘相信 会有这么一天 兰奇尔亲眼见母亲受罪 却无法拯救她脱身 心中的煎熬可想而知 虽然刚回来几天 但这京城她已经待不下去了 直接向康熙辞行 她没有提母亲的事 不过在临走前 亲手把父亲送她的音乐盒 扔在了地上 也摔疼了康熙的心 转眼间到了康熙六十年 千年封建史上 从未有帝王清正六十载 康熙开创了历史记录 臣子们为了庆贺 特地在中秋节举办了千首宴 邀请一千位66岁以上的老人 齐聚唱春园 其中有三位客人比较特别 一是康熙的发小魏东庭 另外两位则是醉晨明珠和索厄徒 六十年来的恩恩怨怨 今日可以随着一壶啄酒 兜复孝坛中 面对同辈的老人一生的陈属 年迈的康熙暂时恢复豪气 举杯痛脸 第一杯敬孝庄太皇太后 是他培养了康熙大帝 第二杯敬烈为成功和天下子民 是他们辅佐君主 创造了康熙盛世 第三杯他要敬给死敌们 老拜 吴三桂 正经 格尔丹 还有 那个 朱三太子 他们都是英雄豪杰啊 他们造就了朕 他们逼着朕 立下了这丰功威业 朕恨他们 也惊他们 可惜呀 他们都死了 朕不住他们 死的安宁 祝他们 来生再世 再与朕为敌吧 千首宴上热热闹闹 悲酒不绝 可与此同时 在宗人府的灯火栏山处 荣妃一无所有 他日盼夜盼美当太监来时 都以为皇上要召他回去了 可今天同往常一样 只是催他快些洗马桶 再没人称他容娘娘了 他已是两病斑白 太监们都叫他容婆子 这一夜劳累的身体 终于撑不住等待 温柔显淑的荣妃 被一车马桶砸死了 次日收到消息的康熙 终于踏进他的居所 下令把见过荣妃刷马桶的奴才 全部殉葬 而荣妃本人则被追封为孝慈人皇后 一体葬在皇陵之中 与他的寿官千古相随 康熙还要大臣为他立传 载入史书 但这对荣妃已没有任何意义 向来是满目山河空念员 不如珍惜眼前人 从帝宫出来以后 康熙像是替自己辩解一般 不停地叙叙叨叨 这道理我知道 但是吧 我不能硬把一个不成器的太子 扶上皇位 不然等我一走 骨肉照样还得相残 天下也要大乱 我必须得给他们选一个 尖刚不可夺其至的主子呀 没办法 只好让你背锅了 当天晚上康熙召来魏东婷 两人同床而卧 康熙还要他明天陪自己上朝 那时候要公布遗诏 确立接班人 康熙听此长叹一口气 有时候朕真想祈祷上藏 再给朕二十年的时间 让朕培养出一个后绩 可惜人寿有限 很多事已经来不及做 他正说着 年迈的东婷缓缓躺下 然后一动不动 好像睡着了一样 只是这一睡便不会再醒了 康熙愣了半晌 最终也缓缓闭上眼睛 次日一早康熙如期上朝 只是这一次 身边已没有东婷和苏玛 也没有荣妃和皇祖母 都走了 康熙领着魏东婷的孙子 最后一次上朝 废太子 大哥等一杆文武大臣 齐聚前清宫 一切准备就绪 李德权按照康熙的旨意 开始Q流程 奉旨召告皇亲国妻 即列位陈公 今日朝会 皇上将亲口颁布一旨 确立后继之君 众臣领旨 而他话音一落 康熙打开匣子 缓慢地拿出里面的诏书 然而就当大家静静地等待康熙宣旨时 康熙却不动了 小魏子上前推了推她的胳膊 又喊了几声皇爷爷 康熙依然不动 小魏子瞬间明白康熙此时的反应 和自己的亲爷爷一样 皇爷爷归天了 公元172年11月13日 康熙皇帝驾崩 葬于锦陵庙号圣主 享年69岁 自爱心觉罗玄夜8岁登基以来 共计在位时间61年零十个月 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经过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 中国各族人民深切盼望太平与安定 玄夜顺应了人民的愿望 完成了他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注老马 我们下部剧继续